請各位就位 我們開始開會 市長 副市長 秘書長 各位事務官員 各位媒體 各位先生女士 董會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市長專案報告 我們就開始請市長來專案報告 主要是報告台北市跟杜花局有關的一些大的業務 包括雙子星大巨蛋 公宅政策跟危老條例通過以後我們的處置方案 首先報告西灣D灣 就是俗稱的雙子星 這個在我們上任的前三年 花了大概三年的時間去處理法律的問題 因為在前四五時代因為這個案子有牽涉到一些法律問題 還有在訴訟 所以我們大概花了三年的時間才讓三審定案解決掉 讓這個案子會比較乾淨 另外我們也花了三年的時間在解決這個西區門戶計畫 因為這個在宗教橋引道拆掉 這個北門公園重建還有這個國光客運搬走 行李廣場重建以後 對於西灣D灣要投資人他會比較清楚的這個Picture 就是說整個西區門戶計畫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西灣D灣裝下去會怎麼樣 另外我們也是對整個後站地區的都市計畫開始在做規劃 所以目前要來投資人他會比較清楚說西區門戶計畫是什麼樣子 後站的都市計畫長什麼樣子 這樣的話投資會比較清楚 所以前三年我們都在處理法律跟整個西區門戶計畫的進行 那到第四年的時候大概這些都已經解決以後 我們就開始進行這個雙子星的這個招標招標事件 那最重要是因為有過去失敗的一些經驗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打定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我們這是第一個案例 設立叫連鎮平台 也就是說我們把所有的會議紀錄都放在上面 那比較特別的是以前是只有投標的廠商才可以發文 我們特別有設那個留言區你知道 只要對這個案子有關心的人都可以上去發文 我們會分門別類在逐條的去回答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秉持一個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的方式 所以在整個流程在走的時候 都沒有去遇到外界的一些質疑 那而且我們當時還特別設定 我們這個標案分三個階段 就是資格標、規格標跟價格標 那事實上資格標只是說有資格先進來 所以這個所謂的規格標跟價格標 我們當時還設定是在去年的市場選舉之後才進行 而且當時我就有交代 如果我們有連任 那當然沒有問題 我們就繼續走 如果我們也沒有連任的話 基於行政倫理 我們就給下一任的政府去處理 所以在這個規格標跟價格標 都是在我們確定連任以後 才繼續再進行 那最後有兩家的廠商 有進入這個規格標 那比價格的話就會分出那個排序 所以整個雙子星 成功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設連鎮平台 把一切都公開透明 那我們也不希望說這是一個個案 所以後來我們在台北市政府就有規定 超過100億的工程 都要比照大巨蛋 不是比照雙子星設這個連鎮平台 那麼現在適用的案例就是 第一果菜市場跟魚市場 因為那個標準是達到140億 所以是第二個適用的案例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些重大工程 用這個連鎮平台 如果這樣來操作純熟的話 是不是那個100億以上才需要 設連鎮平台的規定 也許可以再往下降 不過目前是 雙子星是相當成功的 那 第一果菜市場 魚市場目前也正在試用當中 那最後我們這個經過這個 資格標 規格標跟價格標 有兩家公司入選 然後再按照這個價格標排出順序 那這個地方也要說明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想說 應該會有更多的公司來申請 不過最後只有兩家 我想這個還是有幾個問題 第一 它裡面有一部分是黨產 所以當時很多國外的廠商 就覺得說這是政治風險 再來 目前的一般我們這種 市府的財產 租約 原則上是不超過10年 可是對重大投資 特別是要開旅館的 常常很難在10年內回本 那我們都跟他講說這沒有問題吧 應該如果沒有什麼特別 特殊事例外的話 應該可以繼續續約 可是相當多的這個 國外的財團 對這個還是有益利 所以我們在這個案子當中 就深深覺得說 在目前這個階段 你知道 政府變成企業在台灣 投資 一個最大的風險 因為常常不確定 所以 本來我們是預期應 帶有更多的公司來投案 不過最後只有兩家 不過不管怎麼樣 至少還是很平順的 把這個過程都走完 所以一直在離開台北市政府之前 你知道 所有的程序都沒有遭到外界的質疑 這是我覺得我們比較成功的地方 那麼 就在我們排序選出第一優先的廠商 跟第二廠商以後 後來就遇到一些問題 到目前為止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投審會要認定它是中資的問題 那到現在為止 總共投審會有七次的要求要補件 那我的態度是這樣 我也覺得說 投審會有問題要問 沒有問題 但是能不能一次問完 為什麼要問七次 這個我就有抱怨 所以常常是這樣 因為這個案子 每拖一個月 台北市政府要損失1億的資金 那如果按照一般來講 營業額應該是租金的20倍 所以這個雙子星 每慢一個月營運 整個台北市的經濟活性 這個經濟活動 應該會每個月少20億左右 所以我也認為這個案子 中央政府應當盡速解決 不過我們現在就看投審會怎麼去認定 那除了補件以外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每次協審單位要四個 所以一旦補件 還要再送給十個協審單位 那問題是 協審單位有的又拖很久才回覆 所以現在目前整個案子 還卡在投審會 我們來看看 這個 在我們 這個招標 排出順序以後 關於這個申請人的財務能力的疑問 一直到現在為止 這部分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經過各項的檢查 都認為是符合規定 現在有問題的是 入資的 那事實上在經濟部 在107年8月 合法的公司登記 就已經說明它是非入資公司 那我們自己的審查 在規格審查 資格審查的時候 也沒有發現 入資的持有有超過30% 或者是入資對該公司 具有控制能力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認為 它並非是入資公司 但是 事後為入資 最後人需要經濟部的投審會 做最後的認定 那為了這個案子 有卡住 所以事實上 我已經有指示 不管是陳副秘書長 或者是本副市長 都有去投審會 或經濟部去拜訪 那 我的態度是這樣 如果它認定非入資 那我們就照SOP繼續走 那如果認定是入資有問題的話 當然會有 馬上會有法律的問題 不過是這樣 我們也不想浪費時間 你知道 我們會跟那個第二申請人 就開始議價 按照SOP走 所以如果 所以對我們來講 你知道 對我個人來講 我們都沒有設定說 一定要誰得標 反正照SOP走 至於這個投審會的決定 你知道 投審會的決定 我們還是會尊重 但是 我只要求它速度快一點 還有另外一點 後續的法律的併發症 投審會自己要思考看看 所以我們目前是這樣 只要一旦 投審會有做出決定 你知道 我們這個案子都有專案小組 會全速的進行 不管過或不過 我們都有 按照SOP 後續繼續走 那將來這個雙子卿 你知道 除了 會跟整個西區門戶計畫 一起思考 最重要是它必須帶動 整個後車站地區的都市計畫 所以我們現在是 整包有一個 都市計畫在思考 好 大巨蛋 大巨蛋 我每次說 我們是來散後 當然我覺得是這樣 抱怨沒有用 反正面對問題 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第一點 大巨蛋 選址在那個地方 這不是我們決定的 OK 我也知道那個地方交通相當複雜 在現階段 都已經交通相當繁忙 如果在那個地方 不管是裝6萬人 還是裝14萬人 都是大問題 這交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選址選在那個 不是我們決定的 第二 那塊土地 你知道 包括整個松菸跟大巨蛋 整塊地 當時台北市政府 不管是換地 還是去發錢去購買 整塊地大概是240多億 那如果按照 因為它是包括松菸跟大巨蛋 所以如果算土地持分的話 大巨蛋那塊地 大概地價是150億左右 150億的地 為什麼交給遠雄 開發全力金0 營運全力金0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月不是我訂的 OK 再來 為什麼在BOT通過之後 三棟可以變成五棟 建築量體爆增 這也不是我決定的 OK 再來是這樣 當時在大巨蛋的設計 有一個問題 因為它就在國庫紀念館對面 所以有限高 這個限高不是說它比 國庫紀念館 不可以比國庫紀念館高 不是這樣 它是有 因為那個視角的問題 所以要求是 它的限高是60公尺 那因為打棒球有一定的高度 當它上面被限高60公尺的時候 只好往下挖 所以目前為什麼大巨蛋 在防災上面 設計相當困難 這不同於像我們在看到 那個和平籃球館 或者是小巨蛋 因為它的主場館 就是在平面上面 所以要疏散的時候相當容易 比較容易 大巨蛋的主場館 那個地板 是在地底下10.5公尺 所以一旦 在這個主場館 如果裝個1萬人2萬人 你知道 甚至更到4萬人 那個往上疏散 的確也相當困難 那另外 整個大巨蛋的設計 即使是我這種醫學系來看 都可以看出大家 防災設計上的一些缺點 比方說 它全部的地下室是挖通的 它沒有做防火區化 所以只要一個汽車炸彈進去 你知道 那醫院就全部蔓延 這個當然在防災上面 是相當困難 那我的態度是這樣 選在那個地方 不是我決定的 那全力軍那些 不是我決定的 性高也不是我決定 反正都蓋著 那當然一個問題 如果拆得掉 當然拆 問題是 目前我們台灣還是法制國家 一旦我們說要拆 你知道 對方一定馬上假扣押 我們這邊要再緩緩假扣押 相當複雜 不管怎樣 結局一定是 進入法律 結果整個彈 真的會變成彈 彈卡在那裡 所以我們的態度是這樣 在既有的基礎上 如果讓它變成一個 合法安全 可接受的巨彈 包括整個地下室的防火區化重做 整個疏散路線的重新設計 還有這個 其他種種 你知道 是在我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 在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 大巨蛋當時是 不案圖施工被停工 那 既然 不案圖施工被停工以後 他申請一張新的 這個建照 那這個案子已經講過很多久 因為要申請一張新的建照 還是有三關要解決 第一個是 內政部 營建署 這個 台灣建築中心的 防火避難性能審查 這個從104年 一直到106年 從103年一直到106年 經過將近三年的時間 最後 有重新拿到一張 防災避難性能審查的許可證 所以這第一關過了 那再來就是要解決都審 這都審平行還有一個是 環境影響評估 不過因為它不是新蓋的 只要做環境影響差異評估就可以 所以只要這個 進來都審 跟環境影響評估過的話 它就可以重新申請一張新的建照 重新開工 那在這個防火避難性能審查以後 在都審的時候 從106年的10月17號 106年的9月19號 申請都審開始 一直到現在 大概現在剩下還有三個題目 防災避難人數的設定跟電腦模擬 我想這也是一直在工房的重點 不過大概目前還是維持在6萬 其實更精確的講法是59833 以這個數目來設定這個電腦模擬 消防救災動線的規劃 剛才講過 包括這個 地下室沒有防火區化 上面的這些動線 也要重新規劃 那這個以前 大巨蛋的上下車是設在V4、V5 但是這聽起來就不太合理 因為不應當在地下室的第四層、第五層 來做這個車站 所以我們原則上還是希望說 它上下車是在平面 然後如果要空車的話 再到地下停車場去儲存 那大巨蛋我的態度是這樣 這個都市設計審議 我也知道不管過不夠 正義都很多 所以很簡單 公開透明 我們就網路直播 那也讓社會去 有任何疑問大家都可以看 我也認為公開透明 可以減少很多的併發症 所以我們會繼續秉持公開透明 在所有的審查案的時候 都會網路直播 讓整個社會都會知道說 到底是在裡面怎麼審查的 那 有人在問你知道 這個大巨蛋在外面看起來 都好像還有在蓋 那怎麼會是停工狀態 這事實上是這樣 大巨蛋不按圖施工被停工以後 但是法院有個附帶條件 就是基於公共安全的理由 凡是跟公共安全有關的 還是要繼續處理 比方說外殼 因為外殼不蓋起來 不管是下雨的時候 裡面還是會扶持 另外 那屋頂要做完整 不然做一半的話 颱風來的時候 那屋頂掉下來 還是會造成公共安全 所以基於公共安全的理由 他們有14項是法院認定 在法院判定之下 台北市政府跟這個 不管是建築士工會 四大工會 有做過這個 互相的討論以後 再有14項是可以繼續蓋的 所以這個是基於公共安全 但是它事實上 並不是真正的復工 那 就在這個禮拜五 好像這個仲裁 又判我們可以延長公期 本來 大巨蛋的延長公期 你知道 是到106年10月25號就停止了 不過因為當時 有人在問說 只不過用這個理由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它解約 因為它在期限內沒有蓋完 不過因為事實上 關於這個 這個疑訴的問題 種種你知道 他們也有申請仲裁 這個仲裁的延長公期 那上禮拜五的 這個宣判你知道 他那個公期又被延長 又五百多天你知道 所以目前你知道 如果按照這個仲裁庭的判決你知道 目前大巨蛋還在 興建的公期內 他還不算是 還不算是違約 那 這一點我也覺得是 我們會繼續觀察 所以在當時沒有淨 淨於用這個理由去把它解約 所以結論是這樣 大巨蛋我們不會刁難 不會放水 公開透明 他還是要乖乖進來 這個都市設計審議 給接受這個全民的檢視 我們還是 在既有的基礎之上 你知道 力求它是一個安全 合法的大巨蛋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來講公宅的問題 公宅是這樣 在我任內 第一個任期你知道 完工的是 2587戶 這是在第一個任期完工的 那正在施工中的 5810戶 那麼已經決標跟上網 招標的 有4817戶 另外還在規劃的有3436戶 還有都更可以分回來是 31522戶 所以總共加起來大概是 1萬9千戶 那這個很清楚 跟我們一開始原定的設計 說什麼 805萬戶 是不合得 那我們實際上有在檢討一下 這個是在內部有討論很多 這大概1萬9千戶 將近2萬戶 這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會繼續蓋 這個還是 我覺得公共住宅 還是在政府手中 有一定的數量 將來公共住宅 是不是一定要由台北市政府自己來蓋 這個現在可以討論 第一點 少子化 坦白講 私立學校還是很多校地 所以將來這個私立學校的校地 要釋出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 來做公共住宅 這個我們現在正在思考 那 就算私校把這個校地釋出 我也不認為說 必須要政府自己去蓋 我還認為政府 效率不見得會比民間更好的 所以 這大概1萬9千戶 就算2萬戶的公宅 原則上我們會繼續進行 至於後面的要怎麼做 我覺得還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 主要是公宅在整個 我覺得我們當時 在通過預算的時候 到實際執行的時間 有時候時間拖太久了 整個這個 物價在上漲 會變成困擾 所以我們也在思考說 我們將來整個公宅的預算 在編列的時候 跟執行 時間還是要縮短 那不然時間拖太久 整個原物料的物價上漲 造成我們自己的困擾 所以我也要求說 都化局對整個預算的編列 必須更 時間上要 要越接近越好 所以我們 我們為了應付這個 物價上漲的問題 有去調整一些預算 包括這個減相施作 另外是我們 預付款的機制 也會建立 也就是說 不管在公期 預算 或是付款機制 我們做一些調整 你知道 讓這個廠商比較願意來投標 因為一旦這個上網 超標 流標太多次 這表示說我們的 標案設計還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面對問題 是解決問題的地步 我們最近又把這個公宅的這個 公期 預付款制度 跟這個預算 重新做一個調整 那麼目前我們在都化局 還是一個叫公共住宅 興建的暫停中心 可以把每一個公宅的進度 你知道 在網路上都可以查看 這也是秉持一個公開透明的態度 你知道 讓這個民眾可以再追蹤 到底我們公宅進展到哪裡 那 下一張 這個我們現在公宅 其實據入正義 你知道 目前在台北市政府的思考 把它分成幾個部分來處理 公宅這個2萬戶再繼續蓋 沒問題 另外一個租金補貼 你知道 過去租金補貼就是一口價 就是同這個價格 但是我們後來會按照它的身份 跟人數跟這個收入 有做設計9公格 你知道 所以我們目前整個租金補貼 現在改變 最低是3千元 最高可以到1萬1千元 跟過去固定5千元那個做法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個應該比較合理 另外我們有做那個包租代管 你知道 其實目前台北市超過 3個月沒有住人的房子 大概有6萬戶 超過12個月沒有住人的房子 大概有3萬6千戶 所以事實上台北市是空屋相當多 可是空屋如何有效的進入這個租屋市場 這是我們在思考的 那我們一開始設這個包租代管的制度 發現還是有點問題 這個下一張 我們看看這個數字 從106年到現在 你知道 這個已經有一年半 事實上才868件 那我認為是這樣 一個制度如果實施一年半 才868件 而且是在超過一年沒有住的 住人的房子 有3萬6千戶的狀態下 我們包租代管只有8千件 只有800件 表示說這個效率還是很差 表示說空屋並沒有很有效的被進入租屋市場 所以我們也針對這個問題 在思考說為什麼我們推這個包租代管 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那當然有幾個問題 我想問題列在上面 第一 租屋市場的資訊不完全 特別是目前的租屋市場都是地下經濟 他直接地下經濟他也不用繳稅 不用讓人家知道 一旦租入進入包租代管 政府一帶納管 他就變成透明 所以很多房東不願意 他連個自己租 他也不要交給政府來租 所以我們突然有時候跟他講說 我們給他整修房子的錢 還跟他保證說不會遇到二房客 我們幫你收錢 可是房東還是不太願意 所以目前的資訊還是不完全 還有一點 我們要面對一個問題 目前整個台灣空屋持有的成本太低 當然是稅的問題 所以很多老闆 很多房東 他連個空屋空在那裡 他也不要租 因為事實上這個 特別是我在估計 你知道 中美大戰以後 台資大陸回遊台灣 恐怕房地產還會再上漲 所以在這種房地產還有上漲空間的狀態下 你知道 這個持有空屋的成本太低 所以房東聯合把空屋空在那裡 等待這個房價上漲 他也不願意 不願去租 所以這也是個問題 另外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所得稅 你知道 就剛才講過 他自己租不用交所得稅 他交給政府租他要交所得稅 所以他根本沒有誘因 所以 基於以上的這些問題 包括資訊不完全 租稅制度 還有空屋的持有成本太低 你知道 坦白講 到現在回止 明明台北市超過一年以上 沒有住人的房子有三萬六千戶 可是進入租屋市場的只有 八百六十八件 我說透過公家去租 但是我們從另外一個數字來看 你知道 在領我們的租金補貼的 有一萬一千多戶 所以很清楚你知道 這表示說老百姓 寧可你錢給他 他自己去自由市場租 他並不想去租這個 政府自己主辦的租屋市場 所以 對於這個包租貸款的問題 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也在思考說 到底整個台北市的居住正義 到底要怎麼做 我想是幾點 第一 公仔原則上 我們這兩萬戶 還是給他蓋完 至於以後要怎麼蓋 可以討論 到底這個特別是私立學校 你知道 這種少子化 學校要退出的時候 還要政府自己去蓋嗎 這個可以討論 我覺得不一定要政府自己蓋 事實上台灣目前 受賢的資金 閒置至少超過兩千億 所以有沒有辦法 讓那些受賢資金 用五十年七十年的時間 來解決這些租屋的問題 事實上這個我們還在思考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市校退場的制度 跟這些公仔下一階段 到底要怎麼蓋 現在在府內還在討論 那整個這個空屋 這個空屋成本持有太低 原則上 我的主張是這樣 因為基於政治上的一些基本原則 就先給貨拿 所以我們也不會在現階段 不會去開增那個什麼空屋稅 空電稅 我們要先解決一樣東西 叫做單一且自助 那明年的話 這個因為三年一次 要調整這個房屋稅 明年這個我們 我們現在是這樣 單一且自助 本來的稅率是1.2% 現在降到1.0% 就降了 降了0.2% 我的主張 如果你只有一棟房子 而且是自己住的 我們主張稅率還可以降到0.6% 所以降到以前的這個稅率的一半 我們在這個單一且自助的這個房子 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如果你真的是住的 我們給很低的稅率 至於其他的 我們雙手就放開了 所以我們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先保護你知道 單一且自助的房屋稅降到最低 然後讓其他的這種 那種房屋的這種 公告地價 或是這些房屋稅 然後買房屋的那個價格 我們就慢慢給他進入市場去決定 這是目前的想法 所以原則上 你知道 我們希望在今年年底 會公佈台北市 單一且自助的稅率 這個要先解決 我們先確保說 房子是用來住的人 他沒有被課增太多的稅 那至於其他的 什麼空電稅 空屋稅 你知道 要在這個之後 你知道 我們再去思考 所以原則上 政治上先拿 先給後拿 這個我們會注意 那 針對整個包租貸款制度 你知道 這個後續你知道 到底要怎麼讓台灣的空屋 有效的進入租屋市場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 從長計議的 但是第一步 我認為是先解決單一且自助的稅率 這個先處理完以後 後面整包要怎麼處理 這個我們會再做整體的規劃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 整個這個居住正義 你知道 不再把它當作只有蓋公宅 我們有蓋公宅 那公宅不一定要 一定要政府自己蓋 也許有這種公私協力的方式 特別是這個 這個少子化以後 校地四處的問題要怎麼處理 這我們會再思考 另外一個是 單一且自助 這我們會處理 因為這個是後面 這個 包租貸款的一個基礎 這個不解決 我對包租貸款不會有效率 那租金補貼的話 大概我們現在 原則上是這樣的 我們目前台北市有各式各樣的租金補貼 你知道 包括你看看這裡 有身心障礙的 原住民的低收入分級 分級租金補貼 原則上是這樣 不同的身份 你可以去申請不同的租金補貼 但是你只能申請一樣 OK 就這樣 那原則上我們將來說的公宅 都是以四家的八戶折 有人在問說 要不要再低廉 我個人是不贊成 為什麼 因為這個公宅 我們也不希望說房價是穩定就好 並不說一定要把它打壓 幹什麼 所以我們大概是公宅的租金 就維持在四家的八戶折 然後 不同的身份 你有不同的租金補貼 你自己去申請 然後這邊就是八戶折 然後用市場的機制 讓他自己去選擇他適合的房子 原則上是這樣 所以將來整個台北市的居住正義 公宅 租金補貼 包租貸 貸款 他是整包去處理的 也不完全是 要全部由政府自己來做 我們可以用公司協定的方式解決 這是目前對整個居住正義的思考 當然在過程當中 如果各位議員有意見的話 我們隨時可以提供我們意見 我們就可以再處理 維老條例 在今年1月 中央已經立法 所以我們要做有些 要跟著update 第一點 在去年的12月10號 我們就公告了公化都庚 所以我們有制定85處的都庚地區 大概655公頃 另外公辦都庚 我們有選了15個地方 目前簽約6案 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在每一個區 都會設一個至少 有一個都市更新的工作站 事實上在南港就不止 南港就8個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行政效率 所以我們現在態度是這樣 168專案我們會繼續推 那我們過去是從審查案開始6個月 不過我們現在要求是這樣 送案開始算計 6個月內要發簽照給人家 如果他是百分之百同意的話 我們需要說透過流程的簡化 更有效率的提高整個政府的效率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這樣 例如百分之百同意的 進來6個月內應該發簽照給他 如果有簽署權力變換等等 最多2個月 再加2個月 達到8個月 所以168專案 我們現在還是 虎方還相當嚴密的在監控 到目前為止是都有做到 不過我們下一步是要更進一步說 送案算計 而不是審查算計 因為出來我們要求說 一旦送案進來 馬上要立刻排案 盡量把它審完 所以這個我們會繼續努力 所以168專案 是一個政府效率的改善 我們會堅持 那面對海沙烏 因為海沙烏比較特別 所以海沙烏只要90%比照 100%來處理 所以一旦海沙烏只要通過90% 你知道 我們就會比照168專案 會加速進行 這是目前我們在都市計畫推薪的狀況 那在今年的1月30號 立法院有通過這個都更條例的一些修正 包括這有幾個重點 那這些重點 台北市政府 有相對於這個中央立法的要點 我們也做一些我們的政策 那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這個更新地區 擬定更新計畫局單元的法定基準 優先推動公辦都更 榮獎項目的明確化跟可預測 這個是一直是說 建商抱怨最多 他說你們在都市設計審議的時候 那些委員的採量權太大了 然後榮獎變來變去 讓他很難作業 所以事實上 從到我們第一個任期 就一直在把這個榮基獎勵 給他明確化 那我們最近有要求 都發局再檢查一遍 我們讓他更明確化 也就是說 這也減少 在整個營造過程當中 這個營造商跟這個原地主的一些爭議 包括我們台北市河建 也是有遇到很多這種問題 所以我們在過去從連開採的經驗當中 榮基獎勵如果不明確的話 會引起後面很多的糾紛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榮基獎勵的明確化 你知道嗎 再檢查一遍你知道嗎 給他再更明確一點 那原則上是 也減少這個行政材料權 讓一切明確 就不因為人的因素 造成容積獎勵變來變去 這我們會注意 另外 專業估價者的選任 我們會公開公平 那為了鼓勵這個都更你知道 我們做了幾個改變 第一個是房屋稅的這個延長減增 從兩年變成12年 那協議核建的土增稅 我們要再減增40% 所以這些我們有針對這個稅率 的這種修改 希望說能夠更鼓勵大家去做都更 所以目前是這樣 中央在1月 這個都更條例通過 總總 事實上這執法 在這段時間陸陸續續還在公佈 事實上我們也積極參與 中央11項執法的修法 我們台北市政府自己 也有42項法令配套措施 要因應中央法令修正 有在做修正 所以我想是這樣 在中央有修正法令以後 台北市政府做各項的配套措施公佈以後 我們希望說 整個都更的樹立會更快 那目前是這樣 我們有送了一個都市更新知識條例 還有這個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管運用知識條例 有送到市議會 我們在6月底會送去議會審議 那麼很希望說議會在這個會期把它解決掉 解決掉以後 我們就可以一些自治規則 以最速見 我們就可以一些執法 或是這種行政命令 我們在7月底之前就把它完成修法 這樣的話 我想對整個都市更新應該會比較有法律的基礎 會比較有做事 所以這個 關於這個都市更新知識條例 我們希望我們在這個會期 拜託各位議會 不管怎樣 看 讓它通過 當然我們是 有問題的話大家可以討論 因為這個有法令以後 還是比較方便大家做事 那維老條例是這樣 我們在維老條例 第一個 維老的這個推動師 事實上一直到今年的4月30號至為止 你知道 我們已經訓練了7811名推動師 所以這人數是夠 我們成立了83處的工作站 不過最近 我們會再看看 因為這個設立以後你知道 到底這工作 有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工作站你知道 到底效果好不好 我們會再做一個滾動師的檢討 你知道 看看有這麼多推動師 有這麼多工作站 到底是 推動的幾件你知道 到底問題有沒有什麼要修正 我想在實際執行過程當中 還是要做滾動師的修正 所以我們這一些 一些都跟工作站的 我們在滿6個月以後 都會再做一個檢討你知道 統計以後來看看 有沒有哪些還需要改變的 那到現在為止 重建計畫申請的有89件 核准有23件 我認為應該還可以再更多 當然我們會再檢討 你知道 到底有這麼多的推動師 有這麼多的工作站 到底這個效果怎麼樣 所以除了這個 微老推動師的這個訓練以外 另外一個是微老輔導團 所以這些人你知道 到底政府要怎麼去協助他們 他們才能夠發揮功能 這個我們會再繼續做檢討 那目前我們在建管處 有設這個微老重建專機 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上去 另外這個我們有分成六個區 你知道 開始在辦這個 微老重建的說明會 去地方說明 那我們也會把這個 一些微老重建的問答 集結成策 你知道 跟民眾參與 最後有一個問題 這台北市景觀管理自治條例 這個很多議員在關心 不過是這樣 我們後來發現 桃園市好像也有設 後來又撤掉 主要是什麼 這個中央景觀法還在定 所以在中央景觀法在定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還是可以緩一下 因為還不曉得景觀法要怎麼定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在中央景觀法在 我們認為是應該先定出來以後 我們再推台北市的景觀管理自治條例 那在這之前你知道 事實上我們在都市計畫裡面 還是可以做到 你知道目前這些景觀管理 應該可以做的項目 因為在都市計畫裡面 就可以指定這個景觀管理項目 不管是我們在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或是這個重點景觀地區 這個我們都可以在都市計畫裡面審到這個東西 那我認為在都市設計審議 我們還是會繼續把關 所以其實在台北市目前還沒有 這個台北市景觀管理自治條例之前 你知道 透過都市計畫的審 都市設計的審議 你知道 我們還是可以相當有效的管理這個景觀項目 所以大概目前就是繼續這樣做 那以上簡單的報告一下 杜發局有關的一些重大業務 那再來就請各位議員試駕 謝謝 好我們就開始視訊及答覆 這個每人四分鐘 首先請陳聰溫議員 市長 市長好 市長 今天你的專案報告 本期五點就來排隊 用四個小時換四分鐘的概念 今天有幾個問題就叫市長 第一個問題是 市長今天是什麼日子 你不知道 520 520 就是 蔡英文就職四級五年 但是呢 一個很重要的是 今天剛好是 大巨蛋停工 開戲四周年 這個 這樣啦 市長 今天 談大巨蛋 之前 先談一下陳聰溫議員去高雄 去完高雄之後 這個聯合報 報你的這個 民調 現在是 全部的 這個 包含我們的 韓國英賴都輸你 所以 我在看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 好像 在這陣子 市長成績 這麼一段時間裡面 好像真的有 有兩個策略 第一個 等四個跑跑走 接觸民眾 第二個 是什麼你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 這個 冷處理函 火力全開 蔡英文 這樣你的民調 這個 第一名 市長 本期要講的是 大巨蛋案 現在 你剛剛都說 不猜了嘛 要 經過 法律的程序啊 依法行政來頒 那 本期 不要說 本期 建議你一個方式 可以讓這個 你的民調更高 怎麼樣 把大巨蛋案 如果 這個 你有機會啊 民調這麼高 有機會 選總統 那當選的時候 520那一天啊 要不要 要不要 在大巨蛋 辦你的總統就職 你投手 抽筋頭 投出這個 投出這個 市長 要不要考慮大巨蛋 因為你這樣子 但是 大巨蛋 我們百季比較關心的是 大巨蛋這樣 就會馬上 這個 趕快在520之前 就會好啊 不然你從頭到尾 沒有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大巨蛋會好啊 市長 要不要考慮一下 大巨蛋 很多人在問我說 什麼時候復工 我的態度是這樣 我們就是 心中不要有定見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坦白講 在我第一個任期 大巨蛋是造成本人 民調持續低迷的重要原因 所以現在你要用大巨蛋救民調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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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520在大巨蛋辦就職 然後呢 本集再最後一個問題問你 韓國瑜前幾天 你昨天下高雄 韓國瑜前幾天 在媒體上面說 跟那個張三珍說 Yes I do 你有考慮要說一下 Yes I do 不會 不會喔 真的不會 Yes I do 你不敢你去救職 敵大巨蛋救職都可以救民調 你要考慮一下嗎 沒有啊 那個大巨蛋 我覺得態度這樣 該什麼就是怎麼做 搖檢牙關 市長 那你還是要給我們一個大巨蛋 什麼時候完工的時間 本集這樣子 我準備了這個 球 跟手套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在大巨蛋辦就職 這樣你就要保證5月20號已經 明明5月20幾錢 一定要跟我們完工啊 我這送你啦 你在考慮一下嗎 那個好像是壘球是不是 壘球 對啊 我怕太小顆啦 一樣可以投嘛 好不好 我怕太小顆 市長 奇怪 那是打棒球用的 怎麼變打壘球 來 去看看 你打520要跟我們就職 要看一看嗎 你要逼給投球的姿勢啊 投一下 投一下 撒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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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時間到 說希望你520 在大巨蛋辦就職典禮 我可以告訴你 你距離那個 就職典禮 還有一段距離 另外 今天的聯合報 雖然上面 說你的民調 已經有起色 差不多比之前 大概多了3到4% 請問你 你認為主要的原因是 首先第一個 轉性趴趴走 無心事正 還是因為 你騎棺山看北相談 兩黨紛擾 造成民眾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唾棄 你認為是哪一個原因 我認為是統計誤猜 什麼 那個民調看看就好 你還真的相信 所以你不相信 你現在的心態是 暗笑在心裡 其實表面上故作鎮定 還是說你已經在準備520 在大巨蛋準備就職典禮了 民調看看就好 你不要當真了 那個都可以做的 所以這是你一貫的回答方式 接下來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台北市政府 什麼時候 變成 二房東 張淑金2.0百 哪一個 公宅 我們公宅的這樣子的出租率 其實已經不高了 對於年輕人解決住房的問題 也沒有太好的成績 然後價錢 也不過是 周邊的八五折 所以已經是很難被年輕人接受了 接下來 人家好不容易 有一個年中獎金 你們就要把他幹掉 租戶出門 給人家掃地出門 你總共弱勢團體 你補助的也不過是六七百戶 大概將近快要被你們趕出門了 大概將近九十戶 占百分之十四 你這不是二房東 什麼才叫二房東啊 這個我們目前是這樣的 如果在簽約過程當中 超過那個 我們還是讓他住完 現在我們並沒有把他趕出去的計畫 蛤 沒有趕出去的計畫 那你不就違約了嗎 但是他的租金就改成100% 改成什麼 收入在50%以下是 是85折 但是如果你收入是在40到50之前 事實上他是 是可以租 按照你們現在的合約 這些人就已經快要被你們掃地出門了 沒有趕出去 只是房租 沒有趕出去那就是違約 那你就沒有依法行政 沒有依你的合約來 所以照理講 你這個合約的部分的制定 其實大有問題 另外我再問一下 你們的規格是不是降低了 所以你們這個誠信也有問題 你如果說現在一般的民間在賣房子 如果這種狀況 你早就給人家拉白布條 所以我說你們是二房東 一點都沒有錯 這個當時在租房子的確沒有想到 那個住到一半收入上升怎麼辦 但是後來我們覺得說 把他趕出去也是很奇怪 這等於鼓勵大家不要偷貧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原則上是 房租就收一百% 但是租到那個 那還有關 好時間到 現在請李明賢議員 市長你好 你的2020總統民調很高 恭喜你喔 可是我不想問這個議題喔 我想關心居住正義的議題喔 你剛在報告的時候有提到說 美中貿易大戰 資金會回流 會造成房地產持續上升喔 過去有人在講說 房市有人是空頭總司令 你剛剛一宣布 有點像變成多頭總司令耶 那你這樣是不是講說造成 你認同 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台北市買房子會更難 其實我跟你講中美大戰喔 台商回流 我發現我們沒有準備好 所以那些錢回來一時間 找不到投資的對象 所以很容易留到房市去 所以這部分你們要因應啦 台北市政府要因應 台北市過去首購族 已經到40.9歲了 到底是幾歲人買房 到50歲嗎 還是到60歲 這老實講齁 這的確都是問題 後來發現 我想齁 我想說大家很理性的來講 我覺得 這次我最近 也去南部這樣看一看 我發現說我們那些台商要回流 我們沒有準備好 好 這不是沒有準備好的問題 政府有責任 我剛剛會這麼問 是我認為你提到說 台北市的房價會起來 跟你的住宅政策是矛盾的 因為你在公宅的部分 現在 呃 前台北市副市長也是 政大的老師張經恩有提到齁 說民眾房買房子很困難 台北市的房價高 蓋公宅有必要永遠不嫌太多 你認同嗎 我們 我們現在是這樣 公宅我們會繼續蓋 但是老實講 我也覺得不要打高空 我現在一萬兩 那兩萬戶的 騎仔皮爬串 你知道嗎 所以這兩萬戶要解決 那兩萬戶之後 要怎麼蓋 要討論 不過有一句 你過去在選舉的時候 提過八年五萬戶 這個確定都跳票了 目前看起來這個 這個戰略上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現在空戶太多了 好所以這一部分齁 如果你要是多元去做調整的話 那其他的政策跟配套你要做好啊 社會住宅跟包租貸款這一些 您就要做好 您剛剛也提到 包租貸款的部分成效不張 您認為原因是什麼 有幾個原因齁 第一個 目前租屋市場是地下市場 他自己租都不用扣稅 不用被政府知道 第二點齁 那個目前的稅制 並沒有鼓勵他租房子出去 因為空戶的石油成本實在是太低了 成效太差齁 您特別提到 您知道 包租貸款106年提出來的時候 總目標是多少戶嗎 一開始訂2000 2200 各門做不到 2200 現在 是中央訂的標準 是 可是你們做不到 現在達成率不到五成齁 你們列出來到目前四月底 執行的目標是868件 對不對 對 請這部分齁 市長 今天報告是五月二十號齁 請更新你們的資料 我調到五月十號 你們累積是873件 有增加了 那今天五月二十號報告 請不要給四月二 四月底的報告齁 還有一個是包租貸款 你們宣傳成效實在很差 同意 同意齁 你知道齁 你們到去年總共辦了12場的居民李政說明會 你知道有多少人參加嗎 對 我們最近會針對這個會再辦說明會 因為空屋的屋主房東 我們會找來開說明會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制度如果是好的話 你不用講他也會跑來 所以表示目前的制度我覺得還是要改進 民政局辦的說明會齁 總共才950個人參加 我相信這個數據 你應該不曉得去了解看看 還有你們的包租貸款的網站 專業網站在民政局 您知道點閱率到現在是多少嗎 到今天只有654個人 而且資料從107年4月3號到現在都沒有更新 如果台北市是這種做事效率的話 那你們包租貸款永遠推不下去啊 居住政議員們原本都是假的啊 接下來請應曉惟議員 市長剛剛你專案報告的時候提到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 之前就講了為了這個尊重行政倫理 所以說如果你連任市長的話 就繼續執行雙子星 那我現在想請教你 如果你去選總統呢 我們現在還在處理啊 我覺得這樣啦 我是希望中央趕快投誠 是不是趕快講 市長我跟妳講我跟妳看一下 這是好一陣子來的檢舉 我會交給妳 但是我認為這些東西我身為市議員喔 都以平常心來看待 這是關於之前的檢舉 第二頁我跟妳看 第二頁呢是有沒有錄資的證據 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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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花了四千萬 叫台北市政府的內部是怎麼作業的 裡面清楚的寫了很多 錄資的錄資的這個限制裡面 包含2017年2016年都明顯轉移了 轉移了資金到中央匯金公司 還有中國建設銀行 然後你們真也說瞎話 沒有錄資沒有錄資 我們再往下看 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這個是現在捷運局長常常講的 這不是錄資喔 因為呢來投我們標的的叫做香港商 南海發展有限公司 資本額多少錢一千萬 設在哪裡建國北路一段 九十六號三樓之一 市長我跟您報告 這個地址跟哪一個地址在一起 你知道嗎 多維傳媒 這就是來投資我們這個 來投資我們這個六百億標案的這個 香港商南海發展有限公司 資本額一千萬 這是台灣分公司 對好台灣分公司嘛對不對 台灣分公司 我想請問一下市長 請問一下余平還有什麼好大聲的啊 最近新聞媒體怎麼報 說我們台北市是不是沒事情做啊 是不是大家都沒事幹啊 請問大家嚴格投資 投審會嚴格審查他有什麼錯 有什麼錯嘛 所以市長請你硬起來好不好 我們往下看 我們往下看一下 南海控股在十月一號 自己的南海控股就已經宣布啦 說什麼呢 台北市當局提交標書 該公司將持有項目之八十全益 南海控股有沒有中資嗎 有嘛 沒有中資他在他南海控股裡頭 大就是大言不慘的講 他們拿到了 這對嗎 然後今天市長 你在那邊講說投審會應該要怎麼樣 投審會應該不要怎麼樣 請問一下我們台北市議會 我們的審查小組在做什麼啊 對不對 市長我只是拿證據跟你講 而且我非常不滿意的 你今天到台灣來投資 你就守規矩 你不守規矩之外 有入資的背景 香港南海控股集團主席 余平海怒厚實在是沒事幹 市長你硬起來警告他們一下 你要來標我們雙子星就守規矩好嗎 跟宜蘇報告 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查證的結果就是 南海發展它是持有的股份 是港資啊 港資就佔66 請問一下香港南海控股集團 對不對 今天在台灣成立的這個公司 資本額一千萬的資本額的這個公司 他的母公司不就是南海控股嗎 沒有是南海發展 市長我無疑去想要質疑的問題 有無中資 那是投審會的事情 但是今天投審會 就是雙子星的主管機關 你們在審查這個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在資格審查的時候 這麼草率呢 這麼草率呢 沒有資格審查我們其實有去查 對啊那我問你嘛 你去看一下我前面給你 他是去年8月29號才成立的公司 在8月29號裡面 財報看得到中資或不中資嗎 依照投資虛制規定 他要成立公司 你就是 我跟你講 這是你的招標規定 對議員來審查 好接下來請張茲剛議員 好學長還有議長 大家好 我接續的這個 莊子星開發的問題 剛才小位議員講得很好 就是有關於審查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市政府在做審查的時候 有沒有到香港去做實地的滴滴 還是我只從這個報表 還是我只從他的書表上面 看他的資料 跟議座報告 其實在我們所偽情的 顧問公司裡面 要求他要做實地的偵訊 是那實地的偵訊 去了嗎 有一個實地的偵訊的報告 是那實地偵訊報告 你也看到南海控股跟這個 這個得標公司之間 到底是什麼關係 子公司還是村公司 南海控股是南海發展的母公司 對所以是母公司 OK好再來 既然我們的市政府認定 他沒有所謂的中資 但投審會呢 一而再 再而再要求補件 然後甚至要求說明 那這些情況下 你認為是不是一個政治審查 介入了 莊子欣的開發案呢 依全責 我要請市長 我跟你講 我是 我一開始就表明態度 誰得票我都沒有意見 我照SOP走 趕快決定就好 那問題是 他如果是遲遲不決定 我們自己有沒有一個時間表呢 還是這樣繼續拖延下去 等明年520再說 所以我每次講說 後來看起來 我也不敢說 他是特別卡台北市 或特別卡柯文哲 但是我覺得 好像是整個政府的效率 就是這麼爛 政府效率很爛 中央政府效率這麼爛 柯市長 最近的民調看起來都回升 你有沒有想法要去入主中央 把政府效率搞得好一點 這個也不是 我倒覺得這個 特別是這種眾所矚目的案子 就算臨時加班也要趕快去做 我不曉得在這拖什麼東西 好 那要不要再去跟 少個機會跟蔡英文 跟蘇貞昌在台南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那個在地 大家注目很久 那你就跟也講 我晚一天開發 我可能就少了上億的損失 那台北市民的損失 每天每天流失過去 做一個市長 難道第一個自己扛責任 第二個自己去把它改過來 您的選擇是哪一種 問題是 法律上 我想是這樣 我們每天這樣講 我才不相信 民進黨政府沒有聽到 他還不理他我們沒辦法 都已經這樣跟他講這麼清楚 明天要不要用這個選舉的方式 讓你自己入主總統府呢 我不認為說他特別是卡誰 我發現整個政府的效率就是這麼差 這麼差 但是問題是 他卡這個前任總統的 前任總統副總統的出境 效率倒是很好 那市長 如果你是總統的話 你會管制前任總統的出入境的時間嗎 出境時間嗎 他是用哪一條法令 就是延長啊 延長管制時間啊 從三年變五年啊 不是啊 這一定有法令 這法令是哪一條法令 我都不知道 請幕僚補充一下好不好 請幕僚告訴一下我們市長 前兩天在高雄太忙了 沒有注意到這條新聞的發展 就是我們限制前任的總統副總統 出國的時間 涉密的時間 從這個三年延長到五年 如果今天你是總統 你會去主導這個事情嗎 做什麼事情就是依法行政嘛 法要改也要有一個程序去改 這是行政命令是不是 行政命令就可以 法律 法律 法律也不會 律法律有通過 這個就 這個就沒辦法評論 好 沒關係 再來 議員這本身是依據法律 是我知道 我想問一下市長 對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這條法律的看法 修法的看法 你問我 我一向都認為 這個時代哪裡需要人出境 那個爛拿出來都可以談話了 所以覺得你不認同這樣的法律修改 從這個三年延長到六年 好 接下來請徐曉欣議員 市長你是理科背景出身的 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有這個對照組 我們在做對照組的實驗的時候 我們的儀器啊 包括我們的檢測工具 是不是應該要用一樣的 才能檢測出前後的差異 對 好 那我想要請問 我們在這個大巨蛋 最近遠雄送了在521會議裡面 送了一個模擬的 逃生的這個防災避難人數兩個版本 59833包括7萬加X的版本裡面 市長你知道它是用什麼樣的軟體去跑嗎 對 替市長說明一下 你發現它是一個電腦模擬 什麼軟體 軟體 發現這個部分我不清楚 為什麼會不清楚 報告上面都有寫 叫做XDOS 對不對 對 是不是用這一份軟體 可是我告訴大家 在當時 市長 你們第一次發布這個檢討報告 大巨蛋的檢討報告的時候 市長你記得是用 台北市政府是用哪一套的軟體 去跑這個資料嗎 這個細節我不知道 叫做SIM Trend 所以我們在四年前 針對這個59833加X的模擬系統 是SIM Trend 但是我們四年後 卻是用XDOS 當時四年前 遠熊就是用XDOS這個軟體 去跑 他跑的是過的 但是市政府認為 應該要用日本大巨蛋 他們用的這個SIM Trend去跑 結果跑了之後 有一個在網路上非常紅的影片 就是好像都被火燒了 一樣都逃不出去 四年之後 為什麼我們現在 遠熊他可以改用XDOS 而我們在521次的都審報告裡面 都審會的審查完全沒有提到 用XDOS跟之前四年前用SIM Trend的差別 為什麼 報告許委員 我想這個我們委員裡面有 那個防災的專家委員 那之前沒有嗎 只要是委員同意的都OK 因為國內並沒有防災的這樣一個 這個四年前就有告訴台北市政府了 市長我想要請問 你覺得這樣子是不是有一點怪怪的 那個參數都一樣 我問市長有沒有有點怪怪的 我剛剛一開始就問市長說 這個兩個不同的模擬系統 那能不能到時候也用SIM Trend去跑一次 你說只要數字一樣就可以嗎 市長 這個你的問題恐怕拿到委員會去討論 要不要兩個城市都跑一遍看看 你覺得呢 這個可以考慮 我要報告市長是說 這件事情已經 好幾次的會議裡面 都沒有任何的一個人覺得很奇怪 但是根據實驗的精神 本來兩次 你就要用同樣的去比照 你才有基準嘛 市長我再請問你 我看到新聞上面有人說 震風報告你看過了嗎 大巨蛋相關的震風報告 沒有全部 那有兩天前就放在你辦公室這種事情嗎 還是那是媒體跟議員亂講 我好像看過就送回去 有沒有放在那邊兩天才送出去這件事 好 沒關係你想一想 但是我要問的事情是說 林中明現在的指控 11月29號11點是不是確定有開會 現在 震風出的報告裡面寫 11月29號11點 他所指控的這個時間 我不管內容是什麼 是不是有開會 這個請震風出說明 因為調查是調查 不過這樣啦 開會有很多人 應該隨便 人證一大多人 有沒有開會 有 有開會的話 為什麼那一份會議紀錄 沒有在大巨蛋的網站上面公開 因為我要告訴市長 其實這幾年來 一直在實踐公開透明的原則 每一次的開會 不管市長你有沒有在 其實相關的會議紀錄 我們在大巨蛋的資訊公開網上都找得到 但是11月29號那一份會議紀錄 沒有任何上傳的紀錄 好 接下來請鍾佩軍議員 議長市長好 市長大概去年的這個時候 種種有心人的操作之下 文化大學的大群館解約了 市長當時這個北市府敲鑼打鼓還開了記者會 你記不記得當初拍胸譜說 北市府要釋出多少床位給外地 來台北就讀學校的大學生 這個數字如果太細 可以請業務單位回答 沒有關係 時間暫停 市林北投 後來設了也沒有人來招住 才被我罵一頓 我說那個草率 市長你很清楚 我接下來要說什麼 當時北市府特別開記者會 說北市府 北市可以釋出4223個床位 當時有六個基地 包括市北科專案住宅 文山興隆地區公宅 還有市林萬保坊之都 跟南海國際學社 海巡署縣址 跟國防部北投營區 一共六個基地 請教市長 你當初去年開記者會提的 這4223個床位 現在有幾個大學生住進去 那個 這個幾乎了解 因為我們在北市科那個專案公宅 後來學校是沒有醫院 不好意思我現在想聽的是 有幾位大學生進去 沒有 就是沒有醫院 學校都沒有醫院 市長 非常遺憾 過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北市府去年特別開記者會 要提供4000多個床位給大學生 直至今日 一個都沒有提供出去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市北科跟我們新龍公甲 已經快要完工 理論上應該有350床 但是相信市長也很清楚 根本沒有大學來招租 事後北市府也沒有積極地 告訴大學生有這些床位可以來 所以到現在一個床位都沒有租出去 更標題市長 你剛剛自己也說實在太潦草了 另外4個基地問題更大 海巡署跟北投營區 都發局告訴我們 這根本不是本局所俠業務 換句話說 這個連基地都沒有著落 再來看喔 這個士林萬寶紡織 根本沒有規劃公宅 當然也沒有床位 市長更不要提這個南海國際學社 有450床 但是這是中央教育部的專案計畫 請問他最後有床位規劃出來的話 能夠算上北市府一份嗎 其實這個問題喔 還是要 這個問題應該是台北市政府 跟交易局還是要開個會 就是說 到底他現在宿舍還缺多少 這個我們有交代他們還是要去處理 市長我非常遺憾喔 相信現在在看這個質詢的年輕人 有非常多 他們兩次都投給你 我個人是沒有投給你 但是我必須要聽他們說一句話 你這樣的作為 真的讓很多支持你的年輕人非常傷心 也許他們嘴巴沒有說出來 但是心裡會難過 光是這個大學生 4000多個床位 到現在一床都沒有落實 更不要提你的公宅政策 市長你剛剛專案報告裡面 很輕描淡寫的說 這個數字不合 會再檢討 就帶過去了 市長 這個數字有這麼巨大的落差 你今天要不要具體的 為這個公裁的巨大落差道歉 這個是這樣 我們後來發現 整個政府的capacity 也沒辦法應付 因為事實上我們 不管是比完工數 比發照數 我們這四年都是前面八年的四倍 所以換算時間已經達到八倍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 我們會繼續蓋 但是 但是大概 目前的速度就是大概是這樣 不過你剛才講那個 我們自己內部也有檢討過 我們那個 學生宿舍這件事情 真的還是跟教育部 再check一遍 這當時有答應要做 後來一直沒有 沒有排進我們的 工作的schedule裡面 市長不管是剛剛提的 學生宿舍或是公宅 數字上面都有非常大的落差 市民以為你真的增加了公宅數 殊不知道我們這個市長 IQ特別高 特別會算數 而且還是這個數字的魔法師 以文山區為例 安康平宅 當時說要改建有兩千多戶的新龍公宅 可是事實上 你同時也拆了一千多戶的平宅 所以數字上其實只有實際 多出一千多戶來而已 市長你專案報告裡面 剛剛提到有一個公宅興建 站秦中心 系數了你未來一萬九千多戶的座落地點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都跟連開分回要佔三千多戶 這地點有確定嗎 這其實這個都要很久以後 所以現在看起來還在未盡之天 可是你也把它劃進去公宅的數字裡面 再來不講喔 兩千多戶明辦都跟中取得 市民 好時間到 現在請羅志強議員 柯市長請問你知道 現在已經天亮了嗎 現在早上十分四十一分天亮 那你知道現在正在下雨嗎 我不知道 外面正在下雨 那你知道今天聯合報民調 藍綠白你是第一名 那我問你要出兵了嗎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是不是 我知道你還沒有決定要不要出兵 你也不講齁 但是你知道蔡英文已經對你出兵了嗎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你不要理他可台北市民要理他 為什麼呢 今天諸葛亮罰位六出七三 但你知道投審會雕刻七要補件 他在雙子星卡你任內最大的開發案 你認為七度要你補件合理嗎 合理嗎 我猜還會有第八次 還有第八次 我問你合不合理 正不正常 有這樣的頻繁的要求補件正常嗎 不然我覺得要問就一次問清楚 為什麼這樣丟丟丟丟 好沒關係 我知道市長你很你很這個客氣 不願意對蔡英文開跑 就是不合理也不正常 我幫你講 為台北市民已經要強悍一點 但是我跟你講 投審會對你沒那麼客氣喔 他說你什麼呢 你適度嗆投審會喔 你嗆什麼呢 千百會 快一點 經濟部長給我出來講話 雙子星省到什麼時候 你適度嗆 但是呢 蔡英文有理你嗎 其實我還有跟經濟部長講 結果後來我們要去拜訪他 他也不敢 換市長來講 所以他善事閉門關也不理你嘛 那你知道投審會怎麼說你嗎 你嗆了四次 他說你不懂程序 你本身案子送的比較晚 他還酸你喔 柯文哲自己的大巨蛋是搞了四年 你有什麼資格去嫌人家投審會賣你 你自己大巨蛋搞了四年 那我認為投審會這樣的一個批評你接受嗎 大巨蛋是真的很難搞 不但是這樣 這投審會 你現在對投審會開始客氣 沒關係 那我想請教你 我為的是台北市民的權益 不是你跟蔡英文個人的關係 那我要問 去年12月13號 您跟蔡英文總統見面 然後提報了許多的台北市重要計畫 是不是包括雙子星 有沒有包括雙子星 國家門戶計畫 不是包括雙子星在內嗎 那次好像沒有講到雙子星 主要是講 那媒體報導說 你報導了包括雙子星在內的 國家門戶計畫等等喔 好沒關係 但是對台北重大的市政 蔡英文總統的才識是什麼 他可以叫他們要配合 配合嘛對不對 配合了嗎 好而且喔 他也說如果今天出了什麼問題 歡迎你隨時跟他來聯絡 請問你現在出了問題 你有沒有跟他聯絡 你會不會覺得被蔡英文總統耍了 好沒關係 卡你的是蔡英文齁 第二個我要想 還有人在卡你出兵 你知道是誰嗎 就是你自己齁 大巨蛋案卡了你一個任期 你都無法完工 你的把歸咎於所謂消防設計不佳 是重要原因嘛對不對 防火設計不佳重要原因嘛 原因之一 不過老實講那個 謝謝原因之一齁 可見你很重視消防安全嘛 那我告訴你 你知道你上任四年 台北市民因火災死亡人數是多少 我告訴你六十人每年十五人 你知道郝龍斌任內市長 平均每年火災死亡人數是多少 我告訴你八人 你知道你是他的幾倍嗎 一倍 一倍 兩倍 你足足兩倍 那你跟我講 你知道過去二十年 台北市因火災死亡人數最高的是哪一年 是誰的市長任內嗎 我告訴你就是你 一百零五年二十二人 你跟我講 如果連市民免於注農 保障生命都做不到 你說你在乎消防安全 這句話有說服力嗎 所以請你好好的督促 台北市的消防政策 謝謝 大家請許立信議員 市長是這樣齁 今天呢其實專案報告的內容 不管是大型 對不起對不起 那個請請問主委議員 對不起 市長今天是520 請問明年的520 請問明年的520 你預判 你自己會在哪裡 預判喔 不知道 會到台北市議會 來做專案報告嗎 再講吧 再講 也有可能 再宣誓就職對不對 知道 好了好了 這個盡量盡量 我沒有可能嘛 蛤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明年的今天 在宣誓就職 你會不會邀請我 邀請我們議會的同仁去觀禮 所謂做奇怪的題目 這不奇怪啊 假設你當選的話 你會邀請我們還是不會邀請我們嗎 你這麼討厭我們 看不起我們 不會啊 我不會不喜歡你們 不會不喜歡我們 所以會邀請我們去觀禮囉 現在有什麼問題嗎 所以明年520 我們要休會一天對不對 為什麼要休會一天 去觀禮啦 不要回答假設性題目 繼續工作 好 繼續工作 今天的專案報告 你剛剛提到說 C1 D1 一天被卡的話 我們損失 一個月 一個月房租一萬一億 一個月的營業額大概是二十億 估計是二十億 二十億 好 那你知道現在已經被卡了四個月 損失多少 四億 然後呢 我們市民的這個整體經濟動力少了八十億 那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想過 直接去找蘇貞昌談一談 因為你剛剛答覆議員同仁說 你要去找經濟部長 經濟部長不敢見你 那蔡英文也不會理你 因為你是她潛在的強大對手 那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應該主帥出馬 你不願不願意去找蘇貞昌談一談 好 好可以 我告訴你 因為我在報紙上看到 很多的立法委員說 他們絕對會卡這個案子 一定不會讓他過 我都在媒體上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相關的報導 沒有 沒有 那你這個幕僚這個 沒有提醒你 我看到有非常多的立委 不敢說非常多啦 少數的 他就說這個一定有問題 這肯定是中資 絕對不能讓他過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立法院給這個投審會強大的壓力 投審會怎麼敢放行呢 你看看 從你1月25號收件到現在 115天 他叫你補7件 7次補件 平均16天補一次 接下來還可能再補 所以 如果說立法委員繼續卡的話 這個案子不過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對不對 對 他們現在 我們政府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也不會跟你說No 他只是叫你補件 這才是 所以這叫合法刁難嗎對不對 就是跟你拖啊 都故意拖故意刁難 那我再問你 今天還有個專案報告 你已經公開承認說 你在這個八年五萬戶 社會住宅中是戰略不正確 當年把你交壞的 是不是張景森 是 是齁 那張景森不但把你交壞 他把蔡英文也交壞了 因為蔡英文說 八年要蓋二十萬戶的社會住宅 你說你的戰略錯誤 那你認為蔡英文的戰略是不是也錯誤 對 對 你們兩個都是 拜錯師 學錯意 被張景森誤 誤了 然後你們一個誤台北市 一個誤國家對不對 你說你要蓋這個 八年五萬戶 這個五萬戶是被蔡英文算在 好時間到 徐立信議員 市長 不好意思今天的這個專案報告 不管是大巨蛋 雙子星 公宅 或者是都更為老 這個其實這個案 所呈現的其實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常常在想 市長一直在講說 為政者要有一定的理想性 不要讓台灣成為下一個希臘 那在大巨蛋案 上個月 行政法院也支持 我們台北市的一個 市長這個決定 這個庭公 他認為說是合法是確認的 那不知道您 針對你這樣的理想性的堅持 你現在的感受是 感想是怎麼樣 後來我覺得這樣 我們台灣 不按讀施工 這風氣要改 後來發現好像不是只有他不按讀施工 很多都不按讀施工 對 當然因為你的理想性 否則 你也可以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你可以讓這個案子 就推給前朝 你也可以讓他過 是不是 沒有我覺得這不按讀施工的文化要改 但是我們也要讓 也要在審查的過程要方便 所以一定是有 我覺得這個奇怪 這個美國人也不會這樣 日本人也不會這樣 為什麼台灣會這樣 這表示我們政治文化要改 為了這個理想性 其實 我有感而發 我記得去年11月17號 那時候跟市長 在我們萬華的雙核市場 那時候市長接受聯訪的時候 市長你有講過一句話 你說 丁瑤的選舉 選舉 就在砸錢 政策 就是在撒幣 那為政者呢 你要堅持你的理想 你希望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在那樣藍綠夾殺的重圍中 你認為為什麼你能夠勝出啊 我們還是 我覺得我們還是做事比較認真 坦白講 就是說比較 比較依法行政 比較認真做事 比較認真做事 所以還是有些人會支持說 大家認真做事 那在台灣的選舉 近代來看 就是以五黨籍來參選 縣市首長 除了您之外 花蓮呢還有一個傅崑奇 他打敗藍綠 當選了花蓮縣長 那在花蓮呢 當地被封為這個 所謂媒體稱他為花蓮王 那台北呢其實是由您 那您覺得封你為台北王 為不為過啊 差多了啊 那怎麼辦 每天被K 每天被K 他在花蓮很風光 差別在哪裡啊 我不曉得 他好像 他好像他在花蓮還蠻風光的 都沒有什麼敵人啊 我在這裡每天被K 所以你認為你堅持了理想 而行 這樣的道路還要繼續走下去嗎 還是一樣啊 我每次都說 我們還是堅持一個理想啦 只做最小的妥協嘛 但是我們也不會輕易妥協啊 就是盡量盡量 我每次都盡量啊 撐得下去就盡量堅持 撐得下去 好那 市長您昨天講齁 老子道責金裡面講 生而不有 為而不適 公而不拘 對 公成而不拘 為什麼有感而發講這句話 沒有啦 做就做 外公 其實我跟你講 你們都忘記一件事 我當過17年台大外科教育部門主任 每天看人抬進來抬出去 所以不要想太多 盡量做就好 所以 老子他是您的政治哲學嗎 就是盡量嘛 我每次說 try our best 盡量做 做不行就算了 那今天齁 大家都在講這個民調的這個結果 那當然 市長您也講這個是參考 我記得老子也有句話 是以聖人 忠不為大 固能成其大 你認同這句話嗎 那什麼不能 是聖人 忠不為大 固能成其大 對 沒錯嘛 那所以 夫為不爭 天下莫能與之爭 對 不爭就是爭 就是雍正多 雍正的原則 不爭才是爭 爭就是不爭 好 好接下來請 游書會議員 市長感覺今天心情很好 雖然你說不在乎民調 不過我覺得還是恭喜你啦 那剛剛有很多議員都關心說 你接下來的動態跟明年的520在哪裡 你都沒有堅決的否定 我想在政治上面齁 沒有否認就是一種默認啦 那距離你宣布的日子我想也越來越近了 我想請問一下喔 今年二月的時候你在市政會議的時候 曾經指示說我們所有的首長 上任的時候要有備胎人選 要準備好備胎人選 請問你的備胎人選準備好了嗎 他們要準備備胎人選跟你報告 您是不是要準備備胎人選跟議會報告呢 如果你宣布了以後 接下來的台北市長的備胎人選是誰呢 或是代替你職務的人會是誰呢 還在想 還在想是不是 所以有在思考這件事啦 因為市政不能停嘛 你選總統台北市也是要繼續走 所以有在想齁 那你會在總質詢期間跟我們講清楚說 你選總統的備胎市長會是誰嗎 代理市長會是誰嗎 這個沒有什麼 照目前的制度運作還是沒有問題 你是說你不在也沒有問題是不是 沒有啦 這個我們都還 其實我們每天還是照這樣工作 所以市長 不好意思 離你總質詢還有一段時間 離你要宣布的時間也越來越近了 還是把你 你既然要求你的局所長要想備胎人選 我想你這個位置的備胎人選更重要 麻煩總質詢的時候 剛剛跟市議會可以告訴我們說 等你去選總統未來的半年 台北市政是由誰來負責 然後第二個 上海我想請問一下大巨蛋的問題啦 因為我 其實我本來沒有要問這個問題 但我實在是不太喜歡你的說法 你說這個不是我決定的 那個不是我決定的 那坦白說不是你做的事情可多的了 捷運路網也不是你做的啊 U-bike也不是你做的啊 旗樓整坪也不是你做的 1999也不是你做的 淡水河整治也不是你做的啊 但你都在享受這些市政啊 所以你現在在抱怨這個幹什麼呢 你剛剛說選子的地也不是你決定的 那你知不知道誰決定的 好像是不是阿扁還是 對啊 那你前一陣子才剛見過阿扁 你怎麼不去問他說 你有什麼要選在這裡呢 那你現在在議會做這個抱怨 可是你前一陣子才跟他在那邊 眼眶紅紅紅的好兄弟 你怎麼不順便問他跟他抱怨兩聲說 你看你現在選在這邊真的好麻煩 好我們言歸正傳喔 在2017年的11月1號 你宣布說你要跟遠熊重啟議約程序 請問一下 從2017年11月1號到現在 我們召開了幾次的議約會議 這個是這樣啦 我想這個我們 事實上我們有schedule 第一步齁 要先確定他能夠復工 如果有復工 我們就會跟他開始 沒有沒有你那時候已經說 因為他已經送審 所以要同步開始 因為你等他復工 你再重新議約 那沒完沒了了 你那時候是說要同步 截至目前為止 沒有跟遠熊進行過 所以從2017年到現在 一年多你們說著好玩的 從來沒有進行過任何議約的會議 因為我們內部有針對合約重新檢視 內部而已嘛 合約 所謂合約合約就是雙方嘛 因為目前遠熊的進度沒有辦法確保 只有我們跟他進行合約談判的時候 到底是進行中約 你要等他全部完工才要開始議約嗎 不是 一旦能夠取得所謂建造執照 確定遠熊能繼續履約 我們自然就會跟他處理合約的部分 好那我想請問一下 遠熊的整個停工可規則於誰 市長你覺得 市長覺得 你覺得可規則於誰 停工是這樣啦 因為我們是用不按圖施工 去給他做行政處分嘛 這個已經行政法院三成定案 那就不用再講 所以市長你覺得一定是可規則遠熊 市府是沒有問題的依法行政嗎 如果是可規則遠熊的話 為什麼仲裁我們會同意 最後會同意 好時間到 接下來請郭昭妍議員 好市長 你說興建公共住宅是為了實現居住正義 我贊成也支持 那報告書上說到說目前已經完工的是有2587戶 郭且不論這個其中包不包含這個好市長任內規劃跟開工的 其實這個內容真的是滑而不實啦 好比我不斷的提醒你們所謂的居住正義 應該也要包括這個等候過去市府興建國宅的這些住戶們 可是你們一直沒有具體的回應跟對策 一直到昨天都發局的同仁才口頭回覆我說 你可以去抽抽公共住宅啊 可以去申請租金補貼啊 好我們就來看 目前單單等候在中正萬華地區 這個過去出租國宅的住戶有5286人 那目前已經興建完成的萬華中正區的青年公宅啊 是273戶喔 那如果依公宅的抽籤對象辦法來看 30%開放涉及在地區裡也不過82戶 那這其中還包括在地裡的日翔旅喔 好也里長都覺得這個比例太少 你如何去解決這5286名等候過去出租國債的朋友 他們的問題呢 而且青年創新回饋也只有7%啊 你過去說新建公共住宅也是要關照這些剛出社會 薪水不高的年輕人 那你不覺得這個比例也太低了吧 我告訴你喔 市民普遍的反應喔 覺得除了年輕人的一個比例要再增加之外 在地的區裡的這樣的一個比例也要增加 雖然這是中央的法規啦 但是呢 如果他不符合地方需求 你是不是也應該去跟中央幾例反應爭取 是不是 現在是30%啊 是啊 30%很低耶 我剛剛不是講給你聽了嗎 我講5286戶 那只是算中貞萬華等候出租國債的朋友耶 對不對 那你還包括在地的區跟裡 算才38 以青年公債獎才82戶耶 對不對 所以這個比例太少啊 你要多久才能夠解決這些 那麼多人的一個居住陣營的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去跟中央幾例反應跟爭取嘛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去做這樣努力 而且說不定明年520你就到中央去了 所以現在就是提供多元的那個工程 是啊 沒有你聽我繼續講下去 好再講下去 你們又說這些等候出租國債的朋友們 可以去申請租金補貼啊 但是呢 你們可曾對他們廣為宣導 否則他們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要去做申請 而且我要提醒你哦 他們常常被在外租金過高壓得喘不過氣來 所以你們這個報告是檢討不實嘛 所以你的包租貸還是租金補貼這個政策 根本有必要再加強再檢討 另外再談為老成績更好下 去年我才針對你們為老重建申請跟這個核准通過的建數是掛帶 輸給姓北市要你們贏頭趕上 那今年呢你們報告進來了啦 說是除了因為修法通過讓建物的高度是放寬了 然後呢也培訓7811名的為老重建推動師 可是成績還是落後啊 因為截至目前為止 新北市核准通過的是34屆 幾乎是百分之百 那台北市首三之都 卻只有核准通過23屆 連三層都不到 更好笑的是中正瓦哈地區 申請通過的只有一屆 那這一屆是哪一屆 是南門市場耶 南門市場是本來要做公辦都更耶 剛好是威力條例通過 你們就把它搭上順風車 算盡你們的成績了 所以換句話中正瓦哈地區根本沒有成績 你這樣的歸宿怎麼能夠保障 它根本的一個安全呢 我跟你講已經過了一年半 修法已經浪費了十成獎勵的時間 好我們謝謝郭議員 我們現在請簡蘇培簡議員 好市長 今天是總統就職日也是大巨蛋停工四周年 那目前大巨蛋陷入僵局 跟四年前決定停工息息相關 那4月30號停工訴訟遠雄敗數定業 我想要問柯市長 你覺得這是林周銘的貢獻 還是他留下來的半小時 依法行政齁 沒有我問你 你覺得這是林周銘的貢獻 還是他留下來的半小時 這個既不是貢獻 也不是半小時 也不是半小時 所以他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下一頁 你多次重申對大巨蛋的立場是不貂難不放手 所以你覺得林周銘在都發局長任內的時候 對大巨蛋的要求是貂難嗎 這是這樣啦 有沒有貂難 你告訴我有沒有貂難 這也不叫貂難 有沒有貂難 他的要求是貂難嗎 我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這種合議制 也不要說一個人決定 就大家的看法 看怎麼決定 所以他在都省會的決議 是貂難大巨蛋嗎 我倒覺得這樣啦 重點是 有沒有貂難 因為不要這樣 這個就是 有沒有貂難 這個就是yes or no 現在我已經聰明了 有沒有貂難 他506次的決議 有沒有貂難 沒有 有 不知道 好沒關係 下一頁 林周銘昨天再次發文 指控李文中 在11月6號 去年11月6號 11月29號 12月11號 多次召開會議 惡意強行干擾遠雄大巨蛋的都審 涉嫌護航放水遠雄 市長你知道這三次會議嗎 第一點喔 你知道嗎 我當然不會知道 每次開會 那這三次會議 誰召開的 你也不知道 那這三次會議有記錄嗎 第一點喔 沒有 有直播嗎 沒有 跟你剛剛所講的公開透明 是完全相反 而這主導三次會議的就是你李文中 你有授權他去處理大巨蛋的案子嗎 第一點喔 你有沒有授權李文中處理大巨蛋案 你要不要讓我講話 你有沒有授權李文中處理大巨蛋案 第一點喔 他是市長室的孤女 所以在代表市長去看那個進度 這也是合理的 所以有 好時間暫停 我現在請李文中 張哲陽 援秀會 吳俊宏 劉明龍 李在立 陳氏浩 上台 下一頁 林中平指控 十一月二十九號 張哲陽援秀會 就是台上的所有人 除了柯文哲科市長之外 在十一月二十九號 討論了幾個事情 下一頁 第一個 就是五百零六次的都審會議 的決議 要遠雄建築內停留人數加園區停留人數 五九八三三加S 變成七萬加S 請問林 說 請問 李文中 站到前面啦 時間暫停 李文中有沒有 嗯 有沒有 有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這件事 好沒有這件事情 好李文中說 跟袁秀會討論說 如果五百零六次的會議決議 會影響到遠雄跟市府的合約 遠雄會提出巨額的酬場 有沒有這件事情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你在前面啊 為什麼一定 是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好 然後要讓大巨蛋的環評人數 跟園區的停留人數脫鉤 有沒有 為什麼一直要往後啊 主席 他在耽誤我的時間耶 是 他這樣子來來去去 起碼佔掉我的五分鐘 五秒鐘 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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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拖我 拖遠我的時間 報議員 秘書長我沒有叫你回答 請退後 環評是環評人數 時間暫停 林卓民講的是另外一個人數 這個在討論的過程 確實有 李文中請向前 好 這三項指控有沒有 我沒有討論這個 是不是脫不脫鉤的事 好 你們都是當天與會的 有聽到討論這三項的請舉手 你們全部都說沒有討論這三項事情 你們全部都說沒有討論這三項事情對不對 不對 不對 當時按照行政法案的判決 時間暫停我沒有請你回答 環評是環評人數 時間暫停我沒有請你回答 主席還給我張哲陽回答的時間 他刻意干擾我的質詢 好我們再給你五秒多 你們今天早上陳衛 就說要拖延解數牌的質詢 要是這樣干擾 這種事情不用面對嗎 好我們謝謝檢議員 我們現在請王思堅王議員 謝謝主席 柯市長我先放一段 你又發飆狂罵的畫面 那道歷要多久才可以認定他是不是中資 那你投審會就要動作自己快點 那他可以說 那資料都送不清楚 哇這樣 那請問我這個案子要拖到什麼時候 那這就是國家重大投資可以拖 我就覺得是 像比如說民進黨在辦初選很忙 這我會了解 但是拜託 你給國外不要去耽誤好不好 所以像雙子星要卡到什麼時候 我都不曉得 那現在是卡在哪裡 投審會 那我看那個經濟部長自己出來講話 可是從你上任到今天算起前四年的時間無風無雨 扣除招標的前置作業 按投標的審查作業 按投標的審查作業 我們把它概算寬鬆一點 一年 柯市府團隊 虛耗了三年 無所事事 好了 柯市長 三年 一千零九十五天 天方夜團也才一千零一夜 柯市長 雙子星案 你的虛耗不作為 比天方夜團還離譜耶 今年的一月二十五號 這個 這個所謂最優申請人 南海公司 才向經濟部投審會 送出要投資的申請 那到你上個月 開罵中央政府 這樣算起來充其量不到一百天啊 可是啊 古時候是五十步 笑一百步 你現在是一千天 笑一百天啊 你缺耗一千天 不作業 然後怪罪中央政府 一百天認真審查叫做 欸 叫做耽誤國家重大投資 可是啊 你這是典型的惡人先告狀 你辱罵民進黨執政 還扯上民進黨總統初選 你自己也要參選總統啊 你這是假公祭司 故意亂扯亂罵民進黨中央執政 來追高你要參選的正當性 請問啊 你這樣子有格調嗎 這是不是柯文哲市長的嚴重失格 所以柯市長 我要你說回這段話 那你認為 你說回這段話 不是啊 我跟你講喔 我們其實前面三年喔 一再處理法律糾紛 因為那個訴訟還沒解決 對你講一通 可是啊 你沒有上任前 一百零三年的十月六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裁定了 當時的第二順位 中華投資公司 他們要求啊 他們要求 錄取他第二順位 欸 你上任是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 你上任前兩個月 高等行政法院就做出判決了啊 這不是胡說八道嗎 胡說八道 好 好 謝謝王議員 好 謝謝王議員 我們請高嘉瑜高議員 市長 這一次雙子星的招標案 跟前五次最大的不同 就是花了四千萬找招商總顧問 為什麼當初要花四千萬找招商總顧問 就是把上一次那個招標發現的一些問題 去把它避免掉 所以最主要我們是要做到 國際招商跟財務審查對不對 這是我們期待的目標 可是事實上我們有達成這個目標嗎 實際上我們引進的是什麼樣的投資公司呢 在得標者的審查裡面 最近媒體的報導說 這家得標的南海發展 在投標前才把這個董事名單 臨時的更換成為台灣級的董事 而且對媒體說 這是台北市政府叫他們做的 市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你不知道 那媒體這樣的報導你不知道 那你也不知道說 台北市政府有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你有去調查嗎 跟議員報導說沒有這個事 因為媒體報導是說印台北市政府 市長我現在告訴你媒體報導說 南海對媒體對新新聞雜誌說 是台北市政府叫他們做這是第一個 我也請政風處去調查了 政風處調查之後告訴我們說 投標前的這個投標名單都是密封的 所以他們不知道誰會來投標 所以應該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他們也去問南海發展 南海發展說這是公司正常的運作 問題是我們的政風處有沒有去問媒體 到底這段話從何而來 如果沒有應該向媒體澄清 向媒體抗議 應該要求更正報導 或者是去了解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而同時間下一頁 在南海對天下雜誌的報導裡面 他又提到雙子星招標後招標總顧問重量聯航 得知南海興趣邀請南海控股前來投標 也就是說今天的問題可能出在我們的招商總顧問 這家拿了四千萬的招商總顧問 在招標前可以做公務員不能做的事情 可以事先去接觸南海 可以事先告知南海說應該做什麼樣的準備 如果今天台北市政府沒有人做這樣的事情 而是招商總顧問做可不可以 招商總顧問拿了四千萬 卻變成了白手套 可以做公務員不能做的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而這四千萬是誰要付給這家重量聯航 跟譯作報告 我們在招標前有辦兩次的招商 四千萬誰要付給重量聯航 這十千萬是將來投資人得標以後才規定 投資人 所以我們已經先付了兩千八百萬嘛對不對 我們先付了七成 如果沒有投資人就是台北市民要買單 所以今天四千萬無論如何都有人買單 如果沒有簽約就是台北市民買單 如果簽約的就是得標廠商買單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南海發展得標 他就變重量聯航的老闆 他就要付四千萬給重量聯航 所以我不懂說這個招商總顧問的目的跟設置的理由何在 重點是招商總顧問很重要要幫我們做財務征信 下一頁他有做財務征信嗎 在市政府的規定裡面很清楚 如果說這個中資有控制能力 那就符合中資的規定下一頁 結果呢這家公司南海發展股權七年前就全部職押給中國數碼 市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招商總顧問在做財務征信也完全不到這件事情 而這件事情在中國數碼的財報上網路上都查得到下一頁 而離譜是南海發展所擁有的中國深圳地產開發建案 顧簽約全部職押給中國中信仰 這個也有合約 市長你事前知道嗎 這個在資格標審查已經有財報 局長所以我請問你我們的招商總顧問在財務征信的時候知道這兩件事情嗎 知道嗎 有掌握這個有掌握這些中國數碼是南海控股 都知道是不是都知道 所以都知道如果一家公司 好我們謝謝高議員 我們請邱維杰邱議員 市長你好 那第521次都審會議就針對大巨蛋這個議題在3月28號的時候 那針對那次都審的結論 還有包含這個遠雄的表現 我不知道市長覺得滿意嗎 他們沒有夠就是不滿意 這個不 我現在還是在講一遍 我現在都給他公開透明 是我了解公開透明 但你覺得他們的表現有達到你覺得希望的一個標準嗎 上一次主要是送件太慢 上一次上一次3月28號 我大概可能提醒一下那個柯文哲市長好了 3月28號的時候其實主要主要是針對1月3號的那一次524的都審會議 他們有一個結論 希望他重新提一個模擬 針對人的步行速度 本來的標準是1.2嘛 1.2公尺 現在改成就0.6 0.8 各都要再提出一份 當時的結論是這個樣子 希望這個遠雄能夠提出這方面的模擬報告 但在3月28號的時候 遠雄完全沒有交付0.6 0.8的模擬報告 導致那個都審會議一個上午一過去了 其實什麼結論都沒有 所以你覺得遠雄這個表現是合理的嗎 對 當時確實是沒有依照違約的要求 去針對0.6的部分 他只針對0.8到1.2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1月3號到3月28號之間大概差不多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給遠雄這個做這個模擬測試的時間是否不夠 應該不會不夠啦 只是說他比較慢送進來而已 那0.6他有慢送進來嗎 他是完全沒有送進來吧 0.6 0.8當時是完全沒有送任何的報告過來 開會以前幾天才送進來 他在開會以前 他們在開會以前送進來的 仍然是他們後來的就是1.2的報告 當時的那個時候 明傳大學的林介鋼教授 他所要求的就是0.6 0.8公里的這個模擬測試 他其實是當天是沒有提供的 所以這時候那才造成的那一天決議就是說 請他第522次也就是下一次的督審會議 再提供一次這份報告 所以就是說在1月3號到3月28號之間呢 遠雄完全沒有盡到他的責任 我們明明有一個結論是要求他提出一個模擬測試報告 但他就完全不做 那第一個我認為這裡我先問一個問題 兩個月的時間不夠嗎 還是說這個問題太過困難 遠雄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完成這個測試報告 他的解釋是說目前的那個模擬 那個電腦模擬好像沒有 沒辦法針對0.6的那個定數去做模擬 他是這樣回答 我在我當天的那個都審會議其實我也有在 但是我可以感覺到是遠雄其實代表方 他一直對於做0.6 0.8公里的這個測試呢 感覺到非常不以為然 那並不是一個合理的要求 老實講建築的專業我坦白說 我比不上遠雄的代表 也比不上林介聚或者是其他都審委員 但是如果都審會議上的委員呢 他們提出了像這樣的要求 並且做成結論 遠雄如果沒有做到的話 其實就是就是輕視台北市政府 所對他做出的要求 我想這一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 所以那一天我們就是沒有審查 好所以我這邊我這邊問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為什麼遠雄他會對這個台北市政府 所要求他做的事情 這麼的輕忽這麼的待忽職手 是不是因為我們的談判籌碼不足 所以他們根本不需要聽我們講話 應該不是啦 我覺得我也是無法理解說 他對於可能對委員會的要求 他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了解台北市政府目前不以中職契約為目的 我也認同這件事情 但是我認為中職契約不論如何 他都應該要是手段 是我們的談判時候一個很重要的籌碼 就好像中中美貿易談判 關稅提高會造成這個市場上的一些影響 但是如果當他發現他無法完成這個 談判的這個這個要求的時候 他會是祭出這個懲罰的手段 所以我希望台北市政府 在未來跟這個遠雄談判的過程當中 千萬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邱議員 我們請楊敬與楊議員 主席 我想說在您的這個專案報告裡面 有講多台北市的微老建築的改建方案裡面 特別提到 在65歲以上的高齡長者大概佔有人口數 台北市13% 那另外呢你也提到在這個報告裡面說 五層沒有升降機的設備 對於高齡長者是一個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有加速辦理這個微老建築改建的必要性 那此外在這報告裡面也寫到 台北市屋林超過30年以上的建築物 有83.8% 也將近9萬多戶 那另外呢在這個107年6月4號 我們微老推動師 微老輔導團等等 一直到108年的4月30號 申請的建數有89件 我們核准才23件 我想請問一下市長 這樣子的一個速度 一個推動微老更新的一個速度 是否太慢了 或是市長有什麼想法 對 有改進的工件 我們後續會快 因為去年那個我們10月11號 那個修正圖版條例95條之3以後 在那以前是18件生前 在那個以後到現在已經有93件生前 那通過了核准的是23件 那目前應該是第二 可能馬上就會不足100件 謝謝局長 市長我想說這邊有個建議 就是說對於這個進度的緩慢 跟時間的拖延 其實長者他的年齡是一直每天在長大 在變老 所以說因此我建議就是說 在一些還來不及一些這種改建的 這樣子的一個 舊的一個社區裡面 我們是否要加強他安全性 比方說電源的供出系統 比方說電梯的方便性 讓長者能夠走出來 我想市長能夠多幫忙 多做這樣的疏離的事情 可以 好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在這個報告這個遠雄的裡面 我想請問一下市長 有沒有看過有個電影 就叫做沙利機長 Dr.沙利 沒有 OK 我簡單的說20秒 就是他在這個美國的航空公司 結果一起飛了之後碰到鳥席 所以兩個引擎都失效 所以當時的機長的經過的判斷之後 他要降落到紐約的哈德森里面 結果在150個機員 全部因為降到河裡面而安全的過關 他的關鍵點後來被檢討 檢討的過程裡面呢 空中巴士公司依照電腦模擬 他說你有足夠的時間 能夠掉頭回去到機場 可是呢 沙利機長當時做的判斷 他花了35秒鐘的關鍵時刻 他覺得他經過判斷之後 都沒辦法再回去 而電腦判斷的時候 是從一被鳥席就開始做判斷 立刻掉頭回去 因此有誤差35秒 這邊我要拉回來 我們那個巧新議員所做的質詢 也就是說當初我們在大巨蛋 做人疏散的時候 我們考慮的系統是一個 結果後來又搞第二個 那我想說在這段時間裡面 遠雄所提出的避難消防設備 跟逃散疏散有沒有做改善 有 有沒有做改善 有 那對於這個人數的4萬多人 市長 你覺得這樣子 經過這樣的系統裡面 測試OK嗎 報告宜佐 我想 其實我們國內並沒有這樣的 就是防災的規範 所以我們引用日本比較 屬於開發國家 這樣一個電腦模擬 那我想我們 因為 既然是國內沒有一個規範 也沒有參數 所以我們就是 依照委員的這樣一個專頁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這邊做個小小的建議 就是 市長也是我們生命科學的研究者 我們講說一個實證的數據 要用兩套同樣的系統 乘入剛剛所回答巧新議員的 所以因此我建議就是說 當我們的參數有在變動的時候 逃生的設備 逃生的門 以及我們在裡面的4萬多人 已經開始從5萬多到4萬多 這些參數在變的時候 我希望我們在做測試的時候 這兩套系統一併要做 好不好 做出正確的確定 謝謝楊議員 參數沒有變 參數就是不行 速度就是每一秒 好 謝謝楊議員 我們請王鴻為王議員 市長 今天520是蔡總統就職三週年 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給他打幾分 不要問我 你滿意還是不滿意 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可見不滿意 對不對 現在是超過五成以上的民眾 對他的施政是不滿意的 你應該在那五成以內吧 不是啦 應該都可以 我們都說可以做得更好 加油 哪方面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我覺得是這樣 競技上 還是在 政策 民意 專業 價值 第一個民意就是說 不要跟民意對幹 就是說 像一粒一休我就覺得很奇怪 企業界沒有個滿意 這個就奇怪 你如果企業沒有個滿意 你為什麼堅持 可是勞工覺得他做得不夠好啊 可是沒有啊 看勞工也有 勞工你要看 你要問那個少數的 也許 可是你要看普遍的意見 除了一粒一休之外 兩岸呢 兩岸現在都僵局了 所以也做得不好 現在都僵局了 不要怎麼辦 在經濟上面呢 在經濟的發展上面 因為他也講到 他覺得他經濟做得很好 而且應該要再給他時間 他可以給大家更好的房子 你覺得還要再給他時間嗎 經濟是這樣 數字是冷冰冰的 可是老百姓不買單 你怎麼辦 你覺得他做得夠好嗎 只是老百姓不買單嗎 老百姓就不喜歡 數字你可以講一大堆數字 老百姓就不喜歡 這表示說還是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 你覺得他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市長啊 我覺得你也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對不對 對 如果我作為一個台北市民 我對你的這個施政也是不滿意的 我想請問你最近提出 在2030你要申請亞運 亞運是這樣的 我們既然辦完四大運 台北市有能力辦亞運 好那請問一下 如果你要申請亞運 在台北市的主場館在哪裡 這個是還不急 我們現在是開始 我們現在是 2030你當你申請的時候 你總要有個主場館嗎 主場館 還是現在的這個台北體育場嗎 那也是可以啊 其實我倒覺得 可以啊 台北體育場 這個要讓專業的來 台北體育場可以申請亞運嗎 也沒有 還是應該用大巨蛋 不好意思 因為亞運有亞運的規格 所以如果 所以台北體育場可以符合亞運的規格嗎 因為台北田徑場是為了田徑項目 所以我們如果要辦亞運 我們還是得擴建 因為觀眾喜愛是 沒錯 所以啊 申請更大的體育賽事 國際體育賽事不是用喊的啊 好 另外 因為只剩下一分鐘 我在這邊要講一下 市長 我要非常的反對你剛才講 台商回流會造成這個 房地產的價格升高 你不要信口開河 你知道台北市市上很多的豪宅 市上價格是在下降的 當你說居住正義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台北市長在台北市議會 講到說未來的價格 房地產價格會上漲 你是在幫建商講話 你是幫這個整個的市場價格 推波助瀾 當你左一句居住正義 右一句居住正義 你不要成為房地產價格的一個推波助瀾子 你不覺得你剛才是失言嗎 那就是 你有什麼證據說 這個我們的房地產價格會上漲 台灣的資金太多了 現在找不到投資標的 所以都留到房地產 這是最大的問題 好 謝謝王議員 我們現在請黃三三 黃議員 好的市長那個 今天的報告裡面我想剛剛 有同仁提到大巨蛋 有關林仲敏前局長所說的話 我覺得市政府有必要把它說清楚 可以吧 該澄清就要澄清 該更正就要更正 如果不是 如果是就承認 不是就要說清楚 不要讓大家變成似是而非 好 另外就是有關台北都更的部分 市長滿意我們相關都更的 我覺得都更速度還是太慢 這個的確是問題 台北很多房子都老了 台北需要大規模的改建 更需要所謂的老舊公寓裡面 相關設施的改善 我今天要提的事實上 是跟市長便當會的時候提的 海沙屋的認定程序 這是一個在內湖的海沙屋 它現在陽台底部全部掉下來 所以樓下的人不敢住 樓上的人也不敢住 從下面外面外觀看得更清楚 整個海沙的狀況很明顯 而且會掉到外面砸到路人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這個認定的程序 一個海沙屋認定程序 它把107年6月開始掛件 表示我是海沙屋 我來報告我是海沙屋 到今年的1月 才開第一次認定海沙屋的審議會 整整7個月 7個月裡面 紀師當然出了報告 但是我們審議 你來我往 反正就是要看很多東西 我來報告我是海沙屋 你認定我是海沙屋 我還要認定7個月 7個月都還沒認定喔 只是要求補證喔 到今年的4月5號 就剛剛陽台掉下來的那些碎石 到4月17號 辦了一場海沙 海沙認定的審議會 接下來就是因為紀師那天沒有空 所以又沒開 再隔3個月才要再派審議會 市長 一個我是不是海沙屋的認定 跑了一年多 接下來程序還有 如果我是海沙屋 我還要做所謂自行劃定 或訊行劃定更新區的 相關的程序 又要再認定一次 來處長 是不好意思 我們委員會 我的意思就是 是 我是海沙屋 你們也叫公會報鑑定 也按照你們的標準鑑定 結果你審議我還要一個一年多 第二個我們再化定為海沙屋之後 我要再去化定相關程序 還要再認定一次 市長 我只有一個要求 如果我們要違老件 你海沙屋不能處理的話 你能不能來個海沙屋168 報議說我們案子平均起來 大概開兩次委員會就可以認定 那這個案子剛好上一次 那個紀師沒有到場說明 那委員會比較慎重 怕我們認定以後 但是他從107年的6月就掛件 掛到你們要開審議會是7個月 因為委員會在成立剛開始 委員都比較慎重 那這個案子我們會加速來辦理 我的意思就是說 要認定就有誠意的認定 公會也是按你的標準 出你的報告 你拼命叫人家補件 然後叫人家認定 認定完之後 就算認定是海沙屋市長 他們還要再做一個 訊情劃定的認定程序 就是光認定要兩年 不是海沙屋被認定要兩年以上 這很離譜啊 我們會給他行政協助 當然紀師也要 我們請來修正人來說 這整個SOP要改啊 如果這個SOP是前面要認定一個 是不是海沙屋 後面要再認定一個訊情劃定 這整個程序 不要告訴我台北市在推動度更 連海沙屋都度更不了的話 我不知道什麼可以度更啊 市長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好我們把他記起來 危險的 建物 他的程序都這樣 那更不要做一般的建物 好吧 程序要完成 好我們這個海沙屋認定喔 神器人回去馬上修 我看他怎麼給他快一點 我們會定 我們會盡力 我們會盡力來協助 好接下來是 黃宇芬議員 林宇夢議員 兩位聯合質詢 請開始 市長你在這次的這個專案報告 裡面有提到我們市政府要因應這個 內政部 不是就是有通過都市更新條例的修法 要有因應作為嗎 請問在這個市政府目前提出這些 因應都市更新條例的修法方向 市長有參與這個過程嗎 實際參與有沒有 實際參與完全沒有 好那我告訴一下市長 在目前這份專案報告裡面 有什麼問題好不好 好 在目前這個立法院通過都市更新條例 修法裡面有其中一個重點 在這份專案報告裡面 所有文字說明都沒有看到 對 就是在這次的都市更新條裡面 有提到 關於民眾的權益 要有相當程序的保觀 要有三道程序把關 那在這裡面只看到說 欸 我們要保障民眾權益 但後面到底如何保障民眾權益 內政部有提到重點 我們北市府這裡提到的說明文字裡面 完全沒有 包含有爭議的時候要辦理聽證 包含我們要建立協商平台 為什麼這裡面都沒有 好 跟議員報告 這個我們目前都已經在執行 包括聽證 包括正義平台 事實上中央所訂定的中央的 這個都市更新條例 是依照我們台北市過去四年的一些經驗成果 納到出根條例的修法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並沒有特別提出來 是我們已經在執行了 已經在執行 你看你知道過去文靈院的協商平台有多麼 爭議有多大嗎 我們北市府有檢討嗎 那聽證我們聽證的程序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看最近的社子島的聽證 安置聽證居民有滿意嗎 那這些如果目前既有的措施 大家都不滿意的話 為什麼這裡面沒有提說要繼續改善跟進 我們聽證的這個程序是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規格 依照行政程序法我們都知道 內政部依照行政程序法 他們甚至有一個專門辦理聽證的審議的小組 去找專門辦理聽證的這些主持人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有這樣做嗎 我們這些聽證跟協商平台最重要是保障民眾權益 那為什麼這裡面知字未提呢 市長可不可以再把這個加進去 我們都市更新條例裡面再更做精進好不好 我們可以再更精進 那個針對聽證的部分 其實台北市是第一個來實踐都市更新條例聽證的一個單位 我們執行之後就做大法官709號釋憲之後 台北市就是依照這個方式來執行 那我們現在也把這些相關規定會做更進 議員的提醒我們後續我們可以再加進去 好不好 因為這裡面完全資質未提讓人覺得很不安 因為市長知道我們目前都市計畫 剛剛有提到這些都市更新的計畫 事實上要跟目前的都市計畫做連結嘛 也就是依照目前都市計畫的程序去做比照辦理嘛 那各位知道我們都市計畫 我自己去聽過我們在市民北投都市計畫的不論公展還是地區說明會很多次啊 市長知道我們這些都市計畫地區說明會 來的人有多少嗎 我們宣傳真的有做好嗎 大部分居民都不知道有這些說明會耶 那我們就是開過就算了 也不管來的人只有小貓兩三隻 可能有時候不到十個人 那這些有KPI嗎 我們都有透我們有發通知單還有透過里長去做宣導 這個都有去工作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擅盡我們宣導的責任 就不要只是發通知單跟透過里長 因為目前看起來就是不work嘛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更精進好不好 不好意思我時間到了 還有建設到那個地主如果有變更的話 我們會主動會發函給每一位地主 這個都有做啦都會做 好請讀分這邊我們要精進好不好 不要再讓我們地區說明會只有小貓兩三隻 好時間暫停 這個局長請回喔 市長其實我是想要跟你討論一下社會住宅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是我們年輕人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喔 其實您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社會住宅八年五萬戶的這個計畫 是失敗的然後可能會下修嘛 是這樣沒錯吧 要再重新定 我們現在第一步還是在今年之前 把這個公宅全部招標先上線 然後再想下一步怎麼做 好我想跟市長了解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社會住宅 就上次其實在施政報告質詢的時候 其實市長有提過說社會住宅是社會福利嗎 沒有錯嗎 社會住宅算不算社會福利啊 這咱不太一樣 好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現在社會住宅到底它的主要目標到底是要照顧什麼 是照顧弱勢嗎還是其他的方向 就我們一般今年的了解都是認為要照顧弱勢啊 但是不知道市長這邊是覺得 我們這裡還有平價住宅出出國宅 我們慢慢是這樣 應該是按照不同的身分給他不同的租金補貼 但是在公宅這一邊 還是蓋一個 還是用八五折來設計 所以我也要叫我們都化局要重新檢討 對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確實我們在目前的公宅的政策裡面有30%是要留給社會弱勢的沒有錯嗎 對不對 就我們現在政策來說 那其實這就是出現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要下修的話 跟市長稍微講一下 下一頁 目前我們衛福部裡面 統計我們的台北市的弱勢家庭是有4.2萬戶的 那依照我們現行的政策保留30%的這個狀況下 我們社會住宅勢必要蓋到14萬戶 才有可能完全照顧到這4.2萬戶的弱勢家庭 所以我們現在的進度只有1.9萬戶 所以進度其實只有14.1%這樣一個數字 那我知道剛剛有說要包租代管等等其他的方式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的現在報告裡面有說 就算使用包租代管的話 可以釋出的戶數也只有兩萬五千戶 只有兩萬五千戶是完全沒有辦法符合我們 照顧弱勢的這個需求 到達14萬戶的這個需求 但是還有租金補貼的部分有1萬多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用照顧弱勢的用現在包租代管的方式的話 就算最後全部釋出兩萬五千戶給弱勢的家庭的話 我們現在的社會住宅依然沒有辦法 照顧到所有4.2萬戶的若是家庭 所以我想問一下就是 如果我們要下修的話 這可能是有點問題的一個狀態 正確的講法不叫下修 就是說我們要有一個第二階段的設計 我們現在下一個階段應該是學校 學校用地釋出的時候要怎麼處理 所以用學校用地來蓋社會住宅嗎 特別是私校 我一定要特別來跟市長提醒有下一頁 市長提醒一下就是絕對不能下修 因為就算我們把那些包租代管的 現在可以釋出的戶數都納入之後 要到達照顧所有的弱勢的部分 都還是要五萬八千戶的這樣數字 所以這邊提醒市長 包租代管不一定全部都可以給這些弱勢家庭 這個市長應該很了解嗎 因為包租代管的需求跟弱勢家庭的需求不一樣 那另外剛剛市長一直提到空污率的部分 空污率的部分 其實我們台北市的空污率是5.9 公宅的率是0.9 其實我們看各國 就算別國的空污率非常的高 都比台北市高一倍以上 但是他們的公宅率都是比我們高的 所以我認為不應該下修 至少也要到五萬八千戶這樣的 數字才能夠完整照顧我們所有居民 所有弱勢的租群 那最後再提醒市長一件事情 其實政大的學術研究已經有提出來了 公宅附近的房價基本上是不會下降的 而是可以上升 漲幅約6.2到7.1的這樣的數字 是政大學術做的研究 所以希望這邊可以納入考量 市長剛剛因為有講到房主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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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寫到說 大巨蛋的問題噪音 你列了四大問題 在你的報告裡 那我的理解是 你認為第一個 大巨蛋選址不佳 第二個合約不公 第三個量體太大 第四個下蛙太深 這是在這次專案報告裡面 提到了大巨蛋的四大問題噪音 那您說這些都不是你決定的 我想這也是事實 所以無法說 我們再回到過去 來改變過去的這些問題 但我比較重視的是 現在的政府 有沒有再解決這四大問題 既然我們要這個安全 合理可以接受的大巨蛋的話 那我想這四大問題 如果都沒有辦法獲得解決 我們當然就不會擁有一個 安全合理可接受的大巨蛋 所以第一個選址不佳 我想確實不能苛責啦 因為現在解約 既然都已經不是你的選項的話 那當然也沒有改變 沒有辦法改變選址的問題 但是第二點 合約不公 合約不公平的部分 如果北市府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我想這會是市府的嚴重失職 因為過去松菸跟三創 其實都有重新議約的經驗 對不對 把我們市民的權益從產培變成小虧嘛 這是市府與法的職權內可以做到的事情 不過呢 關於大巨蛋的重新議約 現在其實我個人認為啦 未來可預見的應該會陷入一個僵局 或者是一個北市府騎虎南下的局面 在2015年的時候其實就有新聞報導已經出來 說北市府跟遠雄談 遠雄好像同意重新議約了 一直到2017年 我這邊手上有一份2017年11月1號市政府自己發了新聞稿 那個時候李素德剛被檢察官起訴 市府還開了一個記者會 跟社會大眾說 感謝司法單位證明市府在大巨蛋上的堅持是對的 裡面有寫到 檢方的起訴書說 權力經臨遠讓市府損失30億 市府要如何解決 當時在這個新聞稿裡面寫了 說遠雄既然現在已經送了建造的相關程序 那修約也就是重新議約的程序就會開始啟動 權力經事修約談判過程中重要的點 金額也會再重新計算 這是去年11月市政府自己發的新聞稿 可是到現在 在專案報告書面中 以及剛才其他議員質詢的時候 我們法務局的補充報告 現在都還沒有談到重新議約的問題 那這會導致什麼問題呢 如果現在的程序是要先確定遠雄能夠復工 我們才跟他重談合約 那在他確定能夠重新復工的時候 其實你的第三大問題 就是量體的問題已經成定局了 那第三大問題說量體太大嘛 那他確定復工之後 那表示他的量體已經決定了 此時你在重新議約的時候 你的量體已經沒有辦法成為重新議約的議題 如果你的程序是先復工再議約 那量體就註定成為一個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所以我還是認為在他申請建造的時候 同步就要來談重新議約的事情 因為你現在手上的籌碼還夠 你還有 好 直線到 接下來請潘懷中議員 市長好 你今天的報告裡面呢 有提到既有公有住宅 目前是5304戶 就是包含出租國宅 中繼平假 婦女之家跟老人住宅 然後你在第一頁裡面特別提到 包括以完工 施工中 以絕標 招標規劃都更連看分回的有19802 我想請教你的是 你的19802戶有沒有包含後面的既有公有住宅5304戶 既有公有住宅 這個有沒有包含 那誰 都發局長 這有沒有包含 對 我們把它算進去 因為以這個 所以你的 你後面的5304是包含在19802裡面 對 好 那我想請教市長 就是因為剛剛我們的議員也有問過 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目前的 這個所謂的公宅 是0.9% 那世界各大都市裡面呢 大概粗估平均是在4.5%到5%左右 6到6% 那我想請教市長 就是說 我們目前我們整個台北市的規劃是 希望能夠蓋到4.5%嗎 還是說 有沒有一個規劃的一個目標 其實這個公宅的數量還是不夠 還是要繼續增加 在第二個階段要怎麼蓋 我們要想一下 因為市長地也沒有那麼多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也是想要到4.5%左右嗎 標準應該到5% 按照學理要到5% 好那5%出估是多少戶 至少差不多5萬戶上下 5萬戶好 謝謝市長 那你剛剛特別提到有關私校的校地 台北市私校其實是蠻popular的 一般私校都是滿兒招生 不過沒關係 如果假設真有那一天 私校校地有控出來 我是覺得公有校地控出來比較機會多 私校是比較少 不過沒關係 如果私校校地控出來的話呢 私校校地要變成住宅用地 這是暴力啊 你有沒有想過怎麼配套 那個局長 這是暴力你知道嗎 教育用地不能夠變成住宅用地 這個陸陸續續還在討論 這個就是一個 他就是這樣 你讓他完全無力可圖 他也不會做 你讓他暴力這也不對 所以要取一個平衡點 好啊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是怕教育用地變成住宅用地 那不得了啊 應該是社福用地 蛤 社福用地 社會福利用地 改成社福用地 好那就好 但是我接著要請教市長 因為根據計算 我們現在花了這個 大概幾百億 六七百億 蓋了這一萬九千多戶 那麼事實上維護的成本更高 維護管理啦 折舊啦 大概目前據估計 至少他的兩倍多到三倍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有沒有想辦法成立一個專責 因為你現在都發局下面一個小顆 根本管不住啊 預言講的對 所以我們在都更中心底下就在思考 那其實是這樣 蓋也是一回事 五十年的maintain 這才恐怕費用更高 所以那個的確 管理是一大問題沒有錯 現在有柯爐這個都發局 會成立一個專責單位或怎麼辦 主題就是先請那個都更中心來成立物管組 成立了嗎 因為這個就是已經納入我們的組織編制 也提到董事會 那什麼時候會成立 這個就是 就董事會通過了啦 那我們就是後續會來 會來那個 好 這個可能報議會 因為這個喔 這個也是要拜託市長 因為我看到非常多的公宅 最後的管理是個大問題 包括維修不維修漏水 你知道嗎 都很嚴重 然後周圍的髒亂 如果說我們的管理單位好的話 能夠把那個環境整潔啦 然後那個所謂的維修 maintain好 其實是可以像剛剛各組議員提到說 他的物價不會下跌 房價在那邊不會下跌 那謝市長 你要把這個管理維護要做好 我們有在杜庚中心底下設一個組 從那個開始啦 而且跑一陣子以後再決定 他怎麼去變成一個比較長久性的組織 接下來請林亮晶議員 謝謝議長 局長請上台 請留步 時間佔領 剛剛潘懷中議員的質詢 我這邊再跟局長確認一次 這邊提到說 公有住宅的5304戶 是有包含在19802戶裡面是不是 對 蛤 不是不是不是 剛剛局長是說有 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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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局長說有還是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金川先生 我現在先讓局長追大 局長你剛是說有 沒有 這個是 就是 目前 有沒有 時間暫停有沒有 不是 啦 等一下 19000多戶 這個是沒有 但是我們後續 沒有我現在在問的是 公有住宅的5304戶有沒有包含在令 沒有 美國 局長你剛剛回答錯了嘛 你剛剛回答潘議員的質詢是錯誤的答案 我剛剛誤會是說我們後續要到四萬五這個部分 抱歉 市長你的局長好像不太了解這個目前公共住宅 戶數到底怎麼統計的 市長我先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知道市長在這個連任的時候 其實也在政見裡面提到說 新建公宅還是我們台北市的重要政見 但是呢 連任一上任之後的在施政質詢的時候 有提到說市長你認為在公共住宅政策上面是需要調整的 是不是 那公共住宅政策是這樣 其實像要蓋到5%這個都沒有問題 但是怎麼蓋要討論 怎麼蓋要再討論 那好 所以我現在看到市長你打算怎麼蓋 就是說我們當然在這個14年的時候 口號喊出來是四年兩萬戶 8年5萬戶嘛 市長應該都還記得 好 那我們現在看 既然市長說 決定整個這個公宅政策要做調整 好所以現在呢我們就使用了多元提供的公共住宅 那多元提供的公共住宅 他現在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專案報告裡面是寫說要到四萬四千七百戶嘛 包括租金補貼包租代管 所以加一加 對全部都算在裡面嘛 但是我想要問市長 這麼多的這個多元協助喔 租金補貼包租代管 這個能夠算在我們原本當時市長在2014年所提出的四年兩萬戶 八年五萬戶的這個政見裡面嗎 能夠算是柯市長的政績嗎 因為我覺得很困惑的是喔 這個呃所謂的公共住宅喔 我們應該要是要提供更就是呃所謂的新的戶數 來進行一個呃多元的能夠讓大家有這個居住正義 但是我目前看起來的 是把所有的包含這個呃公宅啊國宅平宅租金補貼包租代管 全部一路一日一並納入計算 我覺得喔這老實說喔 這有一種灌水的嫌疑啦 因為就是打不了辦不到蓋不出來嘛 那再來好 預計增加戶數 預計增加戶數 現在看到三千零八十戶 在多元多元協助的部分 另外一個多元興辦 一千八百零七戶 這跟四年前承諾的完全不一樣嗎 對我跟妳講齁 我們現在那個出租國宅啊 平價住宅啊 終究還是要改建 所以改建以後到底要怎麼處理 所以是不是跳票 目前應該講是說沒有達到 跟疫情的目標不一樣 不過是這樣啦 我覺得是這樣啦 目標還是確定啦 總是怎麼做我們也在思考 因為我發現 目前用公家力量去改建 市長你提到喔 你那個時候質詢的時候 針對議員在質詢你說 公共住宅蓋不出來這個問題 市長你還提到說 要釋出這些空屋喔 目前台北市連續十二個月的空宅嘛 那但是市長我也很想問喔 既然這個空宅不是 是18年19年才出現的嗎 是在2014年的時候就有 我相信全台灣的公宅 尤其是台北市的空宅 一直以來都有的 那為什麼到現在這個時候 才突然想到這個辦法 再來 是不是真的蓋不出來 所以你要用不斷的不同的各種多元侵犯 好時間到 請封建議員 市長 市長 你要選總統現在還不確定 經常講話都模擬兩可,讓大家摸不著頭緒 我請教一下,假設你要選總統 你的前提針對公宅的部分 你會是政策之一嗎? 會在你選總統的政策裡面嗎? 公宅其實還是要解決,因為先進國家 其實標準還是5%的,所有住宅裡面5%的 所以我覺得整個公共住宅的政策還是要做 只是說我倒覺得在實際執行過程當中 我也覺得我們有很多要在思考 第一個,全部用國家的力量去蓋這個速度才滿 而且整個公務體系幾乎耗盡 錢花了以外,還減電到效率很壞 加上說我們所有的住宅、所有的領域都要在裡面 生家的房子、放家的房子,如果還要走出來,我們還要去奉獲 對不對? 也可以說投資報酬率不合啦 所以你有想到公宅的部分要去重新做一個檢討 如果未來你要選總統,代表就是說這個部分 你會好一點去堅持這個部分去考慮對不對? 這個不是跟選總統無關啦 不過因為台北市真的很認真的在蓋公宅 在過程當中我覺得我們要需要 在蓋了什麼一萬多戶以後應該要思考一下 市長啊,你要做總統不要做總統,要選不要選都要尊重你個人啦 今天我的問題不是你要選總統 我的問題是說假設你如果要選總統,這個部分你會把它納入去 納進去公宅的部分 我現在要問你一個 你給我的兩萬戶裡面 以完工、施工中、以絕標以及招標中、規劃中跟都更連開分會 一張對不對? 什麼叫都更連開分會 那個不切實際啊 那為什麼不切實際你要寫上去 我覺得很奇怪 那個終究還是會分回來 不過人來講喔 這個還一個很大問題 管理是一大問題 因為太分散了 第一 都更連開 可以說是大家集聚民間的力量 讓你本回來的東西 不管你是用容積轉還是怎麼樣 本回來的東西 但重點你的公宅是要用平價去租給民眾 對不對? 那你把數字美化 多了這三千多達到你兩萬 但重點 如果你只是這一棟大樓建築物裡面的可能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人家會同意讓你做公宅使用嗎? 所以管理上是很大問題 如果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要到十幾 那時候就定了數戶以上才會納入 有一個數字 太少我們也不納入 我的意思是說 第一價格不可能 第二它的格局不可能用平民價來租給民眾 你就不應該把這個都更連開的東西放上去 為什麼要連開 就是因為它的點非常漂亮 所以啊 有一些連開也是 另外一個是這樣 合租也是一個概念 所以老實講 我們現在開始公宅 一定要這樣一個人去租 都是用合租還是可以解決租 我告訴你 你在這裡應該公開 跟議會 是 為什麼 因為你用到這個不切實際的三千幾號 加進去 租也不可能 價格也不可能 也不屬於公宅 你自己蓋的一個公宅內容 我是覺得你如果要做兩萬的數字 真的漂亮 真的漂亮 但也不應該是這樣做法 包租貸管 甚至於外面也在講說 你包租貸管 你含在裡面 包租貸管 我在部門質詢 我在跟你跟他們說 根本都是詐騙集團 對 起政務 三千多 要不要公開跟議會道歉 這個數字其實是假的 我覺得這個數字應該沒有辦法到全部 因為 扣料不適合的 你講對了 那個房租太高了 超過三萬塊也不適合 多少因為美和市也租不出去的 美和市 那個就是我們分回來的都是辦公室 就發現根本就租不出去 你是我良性的跟你講這個問題 我是公司長 數字是當然給議會判斷 你不要動的話 才會獻成選舉 我來獻祈願 好 時間到 請林士忠議員 剛才你說你很認真 你去公宅 但是我看起來 還是說得比做得還多 如果公宅 公宅沒有處理好 對你的支持度 會產生很大的衝擊 其他不講 我就舉三個例子 在士林北投 齊岩公宅 兩百八十八戶 你說今年七月八萬港 結果年到現在遙遙無期 再來 四北科技園地 基因基地的福國公宅 三百四十二戶 你說 現在要重工 結果年 什麼也沒有 再來 士林 你給我很好聽的 百零水岸 統合水雞 兩百六十六戶 還沒錢 怎麼去 看人家在公宅 還沒看人家在公宅 還沒看人家在公宅 市長 這樣子不切實際的公宅政策 你要怎麼辦 我剛剛講的這三個基地 完全是台北市擁有 完全你租三款都淩 結果你要如何去興建去發包 是非常自由沒有阻礙的人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市長 不要說 報告一座 我們百零水岸這個部分 大概現在準備要上網 後續都會上網 那星期間的部分 這個也在施工之中 新七元的部分 你比較緊講的 都瞭我的時間 對不對 市長 公宅政策 不是把人家拖大尾就好 你來不現在 明顯有問題 你都去檢討 讓你說的 剛才百零水一百 沒有 每百零水六七十 這樣 這是加共加做 不是加做 加共加做 市長這樣好嗎 對 去思考一下 再來你開個圖 這台是什麼 這台 北藝 它是什麼呢 前坑中心 也圖利中心 八九年來 地下一樓 地上十二樓 無視精華區 對三十八億 一直對家宜選 到現在六十七億 我算了一平 差不多三十 第二萬左右 空間也不太跪 市長 你有對家的政策嗎 現在當時也好 這個不要確定 這個在上個禮拜 專案報告有講 這個 完工日期比較確定 對不對 比較確定是什麼時候 它好像是二零 來 工程這個 到現在為止 進度都OK 我要告訴市長 我要再探討 就是說 這個 一直追待預算 是個大問題 但是 你 北約還要蓋好的時候 就花兩億六千萬 做人事費和管理費 那沒問題喔 現在 你要用行政法人來接管 行政法人喔 就是呢 用市府的預算 不用公務人員用那種資格 載你比 文化基金會就是一個黑箱 用行政法人 黑箱裡面加個黑箱 為了北約 那不是屋賊在管嗎 讓你允許允許 市長 這要不得耶 你知道嗎 行政法人是比較有 應該如果做得好 應該比較有效果 你公務人員要做什麼 這裡公務人員要盡忠職守 結果呢 他們不受公務人員的約束 隨便你贏 薪水隨便你打 請問一張 這樣夠公平 你想要檢討一下 還有 對不對 還有其他案子如果用行政法人的部分 好 時間到 現在請吳市政議員 好 市長 這個 大家對這個公宅喔 對你的公宅政策 有的人說跳票啦 真的 有的人說灌水啦 連那個 連開的都算進去 連開很貴耶 要你們降你們也不降 反正就盡量的湊 湊來湊去耶 也湊到一萬多戶 一萬九千多 也沒有到兩萬 喔 你這個 一開始 還不是 還不是四年 兩萬戶耶 一開始你是 八年五萬戶耶 喔 要蓋耶 你是不是說要蓋五萬戶公宅 蓋喔 不是這樣子湊來湊去喔 你第一次選的時候是不是這樣子 對 對嘛 都自己這樣子講 當時我站在那個位置諮詢 第一次諮詢你的時候 我說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台北市 十五萬戶蓋 是不可能的 那你選帳啊 那大家給你叫好啊 選舉就是反正先喊先贏嘛 喔 那你剛才說 所以當時的確這樣子喊 那這樣子喊呢 是什麼 你剛才說 戰略錯誤 這 是 對了不對啊 沒有啦 教練有問題 我又推給教練就對了 所以 所以你就是 耳根軟啦 聽人家學不會說 你就學不會說 不是啦 當時 為什麼推給教練呢 到底是誰在選市長 沒有啦 這個 張景森 你剛才就推給教練張景森嘛 啊 誰在當市長 不知道是這樣啦 5%的目標應該 不要再扯了 你現在八年五萬戶 選舉的時候說 你要蓋 八年五萬戶 這都有資料片喔 你也承認有講過 現在蓋不了了 然後 現在又怪 怪教練了 還怪 怪張景森啊 當時 我記得 我在那邊質詢的時候 還給你放過 你自己還說 有沒有說過 這是做夢夢到的五萬戶 政策 有沒有講過 不是這樣啦 有沒有講過 有了有了 5%的目標是對的 但是怎麼做 目標是對 做不到啊 就是喊好聽的啊 等到當上 大家給你叫好 選票給你 你就當上啦 所以市長 所以市長 我一直 我這個人很堅持 你當時 亂喊口號 喊好聽的 您說好的八年五萬戶咧 達不到 我一直要求 很多次的質詢我都要求 市長你應該要道歉 好 不過我是這樣啦 我覺得我們 你道歉啊 你好什麼 多少人相信你 所以讓你當上市長 你現在 東灌水 西灌水 然後變成兩萬戶 然後還怪張景森 你為你自己的政策 為你的選舉 口號 可不可以道歉 請 不是這樣啦 這目標還是 但是我們還是會 還是會當做目標 但是怎麼做 不過是這樣啦 我們至少希望說 在八年內 這種該規劃還是要規劃 你是 你當時選舉是說 要蓋五萬戶喔 現在不是用蓋的囉 你 你道歉有 有 有很嚴重嗎 這的確是 不好意思這樣啦 你都已經可以 怪張景森了 你要不要道歉嘛 你說好你就道歉啊 沒有 這的確目前 現在看起來做不到 不過我覺得還是目標 還是對的 好做不到你要不要道歉 不過這樣啦 這個八年還沒到 不要緊張 八年還沒到 你現在都在兩萬 只在講兩萬而已了 你要蓋五萬戶喔 你當時的競選 口號是蓋五萬戶喔 蓋不掉你要不要道歉嘛 沒有 如果蓋不掉我們就道歉 不過這樣啦 好沒關係 不要輕易放棄 我還在想 沒關係 你有道歉就好 我一直覺得 不要喊口號 不要放棄 謝謝 好請 代錫清議員 市長 你最大的好處跟特質之一 就是 以說實話為原則 我希望你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公宅蓋不到就蓋不到 該道歉就道歉 這個沒有什麼大不了 不過老實講喔 我覺得那個 那個 學校的用地 是最後一招 但是怎麼做 我覺得這樣 叫杜阿吉自己 一定蓋不完 今天早上六點 我起來喔 天就亮了 然後七點多 開始下大 剛剛不只下大 有下很大 還打雷了 什麼時候可以出兵呢 再講 再講 再等什麼 等民調領先更多 還是等你各縣市都跑完一圈之後 老實講 我發現出去外面學習也不錯 可以聽到很多消息 所以這次去高雄 覺得收穫很多 反應很熱烈 不是啦 我就聽一下人家說 人家在都市建設 優點缺點 蠻有趣的 所以你要等各縣市走完一圈 然後民調領先更多 才會宣布出兵 也不是啦 下一題 下一題 那我再問一個更簡單的問題 好不好 再問一個更簡單的問題 你覺得這段時間 因為今天最新的民調 你微服領先了嗎 你覺得這段時間 你做對了什麼 就是沒有做什麼措施 所以都是因為對手做錯事情 所以讓你領先了對不對 就每天認真做事就好 想東想西的幹什麼 不過市長喔 我提醒你啦 我也不想談太多2020的事情 雙子星剛剛很多人談 公仔很多人談 圍繞很多人談 雙子星剛剛你說 你不排除 可能還有第八次要補件 對不對 坦白講喔 投審會要怎麼做 我覺得很簡單一個原則 是入資就入資 不行就不行 早點說 不要臨遲 對 我的態度也是這樣 就像當年岳飛奢到金牌 把一個忠誠搞成這個樣子 你說今天如果得票場上 真的不符合資格 告訴我們 該解約解約 該重來 可是我現在就怕說 中央以拖待變 就是為了卡你2020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對 我看他也不是為了卡 我發現是整個效率都很差 是的 因為那個pc phone 那個一樣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看蔡英文初選 怎麼對待賴清德的 你有沒有心有氣氣焉 以後就怎麼對我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你又想到賴清德 有一天登記參選 會對到這種對待嗎 我想應該連你也沒想過吧 你嘆氣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 希望你不是第二個賴清德 不過還好的 我不是民進黨的 對手沒有分黨派 只要是對手 永遠就是對手 在競爭的過程當中 看出一個人的格調跟格局 市長 雙子星他可以卡你 同樣的 我在今年4月15號在議會提案 我很感謝市長 有關為老條例的部分 我們市政府很快 在4月29號 就發案給內政部 就是根據我的建議 希望 把師生獎勵的10% 延長為5年 然後整個10年的期限 延長為15年 你知道 5月14號內政部 已經回文給你打臉了 希望市政府加強宣導 所以我希望 市長 如果你認同我這個建議 師生獎勵延長為5年 整個10年延長為15年的話 我希望 你具體到行政院院會去 具體力爭 為我們臺北市民爭取權益 市長可以嗎 好啊 我們看看 我覺得我們這個 還要整個再一包再處理一下 我覺得 為老到底 因為 實成獎勵的10%特別重要 是因為我們議會完成審查的時候 剩下一年多 整個三年剩下一半左右的時間 我希望市長去履歷 到行政院去爭取 好不好 這段時間我不希望 2020阻礙了我們市政的建設 好不好 好 那包括岩壽國宅I區 我上次便當會跟市長報告過 岩壽國宅I區 公條私條都過了 他們現在已經高達99%了 不只是九成而已 而且是海沙屋 我希望市政府 該用公權力強制拆除的部分 能夠公權力介入 好不好 會 好 謝謝市長 好 接下來請徐漢寧 胡安庭 對不起 謝謝主席 謝謝市長 然後大家好 原本有一些問題想請問 想請教 但是這幾次的報告下來 有些問題我覺得不突不快 先跟市長請教 理論上 不論是會期一開始的施政報告 然後議員的質詢 或者是專案報告 然後接著的議員質詢 理論上應該都是針對 您的報告內容來做質詢 比如說上次您報告 北易北流市北科 那應該針對這些議題 那今天您報告 雙子星大巨蛋 那我們應該針對這些問題來質詢 您覺得理論上 是不是應該這個樣子 對啦 理論上 對嘛 就至少不能夠 去談什麼宇宙大爆炸 那就算有些人要跳蹄 也應該要針對市政上 來做質詢 這才是合理的質詢 對吧 對 好 可是呢我們看到 不論是從會期一開始 直到這兩次的施政報告 的這個專案報告 發現呢有許多的同仁 要嘛呢送禮的 要嘛搞笑的 要嘛張牙無爪的 或者呢是人身攻擊的 那不然呢就是 來暢談自己兩岸關係理念 要求市長反對大陸 要求市長支持蔡英文 要求市長向民進黨道歉 要求問市長到底要不要選2020的總統 請問市長您覺得上述這些問題 與市政的關聯性 是不是絕少 對 好 那麼我們發現 如果今天議員來問這些問題 市長並不是成為跟議員共同合作 或者接受議員的監督來共同推行市政 而是市長成為了議員為了要 博板面上新聞的一個工具 我認為人民選出來的市長 最後成為議員博板面作秀的工具 我認為不合理 市長您覺得對不對 我們 盡量啦盡量 好 所以我認為 與其 作為一個議員 與其去花時間想著 怎麼送禮物 怎麼樣做道具 怎麼樣來做人身攻擊 應該共同來努力推行市政 市長您覺得對不對 最好是這樣的 所以我給市長一個誠懇的建議 如果再有同仁來向您詢問 一聽很明顯是與市政 沒有重大關聯性的問題 市長您可以直接回答 這與市政無關 我可以回答 但是市民正在看著您 我提供這個建議給市長參考 您覺得好不好 好 好 那麼最後 這個時間我還是要跟您報告 關於這些問題 我抓到了大概四五個問題 但是這些四五個問題 我會在接下來總質詢之前 邀請局處跟各個官員 直接來跟我進行溝通 就不需要在質詢台上來做解決 如果我們能夠直接的溝通 當面就能夠把更多的缺失 直接來進行改善或者是糾正 或者如果我的建議 直接可以讓局處來接納的話 能提早解決是不是很好 好 好 如果這幾天局處所長沒有來跟我解決 或者是我要的所知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 那麼我們就總質詢 再讓市長走著瞧好不好 好 好 OK 謝謝市長 請徐康庭議員 來市長 剛剛您在公共住宅的部分 本席在第一屆因為公共住宅政策 跟你吵鬧翻掉 外界還講我公宅殺手 但我還是要提醒你一件事 您剛剛所提到的百分之五的公共住宅 那是一個學禮 他講的是什麼 是國際型的城市 我不否認台北市一個國際型的城市 但台北在地理環境上 台北市 我們有一個國際型城市的地理浮原嗎 其實如果北北基 現在全世界叫Mega City 目標是一千萬 不過北北基就算沒有到一千萬 也差不多可以 是 這就是本席一直在提的 如果以北北基的浮原來算的話 台北市以他的這個財務的這個狀況 我們要負責的應該是什麼 交通嗎 對 捷運做好 公共住宅應該在哪裡 在新北市 某種程度上會比較好 這個是破除掉所謂什麼 所謂本位主義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所以我還是要再次的跟你提到 安康平宅改製成新榮公宅以後 我想請問你租金多少錢 租金要有 只會升不會減 六千九到一萬六千九 原住戶的租金是多少 八百是 原本是八百多對不對 李鑫跟我說八百多 我們補住完以後他的租金是多少 我們補住完之後這些這些族群的租金 我們補住三千到一萬億 所以我們補住他最多的租金是什麼 從最便宜的三千六到最貴是九千六 所以我過去在質詢一件事情就是 第一點第一二期的這些住戶 有五十五戶 往第三期牽 現在第三期要開始動工了 我想請問他們要去哪 這是個問題 過去我們這不只是一個問題 這是很多個家庭 過去我們一直在講公共住宅 他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是照顧弱勢 我一直提到你的公共住宅政策被兩個人綁架 一個叫什麼 林青龍的5% 另外一個林周明的什麼 要蓋得很漂亮 公共住宅蓋得很漂亮 結果就是什麼 太貴了 對 太貴了 我想請問你 以目前的租金在旁 我們現在所蓋的公共住宅的租金 在公共住宅旁邊能不能夠租到房子 時間暫停喔 租得到 只是租到什麼 沒有電梯 沒有很爛 因為本席家就在旁邊 你這樣講我家很爛我有點難過 沒有電梯三十五年的老房子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其實是現在搬進去做公共住宅的這一群人 用同樣的租金 比較少的錢 住到什麼 比較貴的 比較好的房子 比較好比較新的房子 這就是你的公共住宅政策 然後呢 你不要忘記有多少戶 簽出去 他們去哪了 對 這個城市裡面最慘 最應該被公共住宅照顧的這些人 他們去哪了 你們知道嗎 我們那個公共住宅我也覺得 當你在承認你的公共住宅政策方向的時候 請你記住有多少個弱勢的家庭 他們因為你把公共住宅蓋得很新很漂亮 這些人不見了 他們連聲音都沒有 因為他們的聲音可能連媒體都聽不見 他們為了差兩千塊的租金 他沒有辦法 他只能搬出去 社會局補助他們多少你知道嗎 一千五百塊 這就是我想跟你講的公共住宅政策 犧牲掉了多少人 你看似偉大的正義裡面 後面有多少的代價 現在時間暫停喔 我想我跟簡書培議員雖然黨派不同 但我們針對過去大巨蛋的這個問題 我想要先請李文中主任上台 我們過去針對大巨蛋的誠信問題 時間暫停喔 李文中主任還沒有上台 蔡壁如不願意回答 陳景峻承認自己是那個 剛才簡書培問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林中平針對你的部分 他有很多的質疑 他願意接受策謊 請問你願不願意接受策謊 我尊重正風處的報告 其他的我以法 時間暫停喔 這應該是權益問題喔 願意接受正風報告 但正風報告指的是什麼 正風報告指的是說 正風報告指的是多... 正風報告指的是多... 正風報告指的是說... 正風報告... 現在怎麼樣 正風報告指的是... 正宗的問題就是,你正宗把不能拿來做測謀,就有機會。 但是正宗,你最多指的是,因為沒有辦法證明, 凌宗你有兩次的問題。 凌宗一跟一測謀,那你就用一個一測謀測謀。 這是一個正式誠信的問題。 而思想的誠信,多次在三季,你再情緒,都過風。 現在在你的身上,侵限很大的問題。 因為凌宗,你現在對你來講,是仁得自的誠謀。 到底有一個非大家在創取的這件事情, 就應該是政治上的問題。 所以這件事情,你應該要有一個正確答案。 他願意用設法來證明他所前期的都知識, 那你就不願意接受者法,來證明他所前期的全都知識。 好,時間到。 我想還是給議員口頭報告或出面報告,好嗎? 接下來請張茂然議員。 好,市長。 事事有兩種。 我們這個公共住宅,需求的也有兩種。 一個是單身的,他大概有經濟能力,比較有經濟能力的。 所以對目前我們以完工的公共住宅來講, 他們可能比較合適來住。 但是對真正的弱勢的,沒有經濟能力的, 那就是一種純粹的低收入屋。 我想請教市長,這些公共住宅,真的能夠照顧得到他們嗎? 所以是這樣,我們那個公共住宅, 其實剛才徐庸廷也在講,我們那個蓋出來, 所以你是蓋的是高級公共住宅, 你並不是蓋的是一般低收入屋, 真正能夠入住的公共住宅。 所以講起來這是一個很諷刺的事情, 我們既然是要照顧低收入屋, 既然是要照顧低收入屋, 結果我蓋了一個是高級公共住宅, 我請教你,一個公共住宅, 一坪的出金大概多少錢? 誰在點? 當時設定是五百嘛。 那一個二十坪的公共住宅, 一萬,二十坪的公共住宅, 扣除公共設施有幾房幾廳? 二十坪,二十坪兩房, 二十坪扣除公共住宅呢? 兩房一廳, 一房兩房三房都有。 我的意思是告訴你齁, 我們在思考公共住宅的同時, 不應該就像你所說的, 用國家資源來蓋很多的公共住宅, 不一定是正確, 而且是一個單位, 而且可能你為了達到這個數字, 你就是明面良心, 就是為了政治承諾, 為了政治承諾你去幹, 但事實上你並沒有照顧到所謂的, 真的是需要照顧的人, 市長你覺得怎麼樣? 對啦,所以老實講, 我當時我們那個興隆, 那個就, 安平, 平安, 那個公宅, 安康我就那時候就留了, 所以原來住得起公共住宅的, 你改建之後那住不起的? 對, 沒有錯啊, 那所以你是逼迫那個, 住不起公共住宅的, 越住越退步, 他們以後就到那個所謂的, 更狹小的跟那個民間那個所謂的, 集合式的隨便一個套, 不是套行, 一個三甲板的圍起來, 你給他租金補貼, 所以我告訴你這個政策是有一點點偏頗, 你知道嗎? 其實中央推的齁, 就是說, 中央推的現在就包括你租金補貼, 包括貸款, 這個都是屬於中央在推的一個政策, 我的意思是告訴你說, 對, 我們推租民間的, 我們要去思考, 我現在跟你請教你, 你都跟聯合分開, 分回的, 這些公共住宅是高級公共住宅, 在南京東路那個長湖, 我告訴你那個是, 一坪一百萬的售價, 那個你是大坪數, 是八十坪六十坪的, 我請教你, 如果能夠住得起六萬八萬的, 還叫做經濟弱勢嗎? 如果能夠住得起六萬八萬的, 還叫做經濟弱勢嗎? 所以我告訴你, 你的那個, 你的空污力其實是沒有認真的去, 去要消化空污力, 我再讓你看一個照片, 你看這是屯北華城, 這是我們那個叫做, 我們的公宅, 我們分回的, 就是金方的, 這裡有一百, 這裡大概有兩三百坪, 原來是租給空道, 已經, 空道撤回已經三年了, 原來租金是一年一百多萬, 三年下來, 我們看下一張, 三年這個都在那裡, 都在那個建安新城, 吞北華城, 三年, 一九月一九月, 做金是百多萬, 一年千幾萬, 三年三十千萬, 我們三年來沒頂當, 你去講人家的空污力, 那台北市政府自己不是也沒有, 你去重視自己的空污, 市長你怎麼講, 市長你怎麼講, 這個我要回去查, 這個是確實, 不是回去查, 我已經跟你講到百萬了耶, 我們來加速來處理, 吞北華城, 原來是空中大寫台北市的校區, 結果他回去如桌, 好, 時間到, 那捲出回憶耶, 我們專案報告時間到十二點半嘛, 現在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請主席, 也許我們第二輪質詢, 什麼第二輪, 一個專案報告的第二輪質詢, 我剛剛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沒有問到, 一人一分鐘喔, 一分鐘, 好, 那個請李文中, 時間暫停喔, 請李文中, 還有剛剛與會的所有, 有參加十一月二十九號的, 所有的局處長上台, 把握時間喔, 把握時間, 時間先暫停喔, 我跟徐庸停一人一分鐘啦, 所以總共兩分鐘主席, 好不好, 我們兩個一起啦, 時間比較一路啦, 剛剛我問到, 許容林議員有講到, 這個, 林中銘在, 這個, 正峰的報告裡面有講, 他對他自己所講的事情, 不完全的責任, 他願意接受測謊, 因為現在就是各說各話, 請問, 在台上的, 你們敢不敢接受測謊? 請問在台上的, 你們敢不敢接受測謊? 林中銘說敢, 他多次的發言, 他敢, 你們敢不敢? 你們為你們講的話, 來承諾, 你們敢不敢接受測謊? 你們有沒有在會議上面, 不會為這件事情, 七萬五九八三三, 變七萬, 你們敢不敢撤謊? 李文中, 你敢不敢? 我剛才已經回答了, 十八個人堅持, 每個都有籤子, 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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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的舉手, 林中銘敢, 你們敢不敢? 那個, 公開透明的柯文哲, 你的政府就是如此, 被人家指控, 放水, 你們居然不敢接受測謊, 你們為什麼不敢, 針對你們自己講的, 好, 我跟林中銘一樣, 我接受測謊, 來, 徐兄弟, 快點, 一分鐘, 時間到, 一分鐘而已, 我們也要一分鐘喔, 你照顧你, 一分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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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我們到底, 快點, 開始, 剛剛洪漢庭議員講喔, 即便不願意接受測謊, 是你們的選擇, 但請你們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市民都在看, 市長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喔, 從過去我們所有的質詢裡面喔, 大巨蛋這件事情, 你並沒有做得到公開透明, 現在, 要出這麼多的會議喔, 並沒有在所謂的這個公開會面的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既然裡面與會者林中銘選擇做一個吹哨者, 選擇用他的政治人格, 選擇他願意接受測謊來做擔保, 我想, 你至少應該要開放, 如果在座的這些局處官員, 他們有他們的選擇, 如果他們願意用政治生命, 跟林中銘對賭, 恢復他們的清白, 林中銘所有的疑慮, 這非常重要, 時間到, 洪建一分鐘, 一樣都一分, 沒有沒有超過的, 趕快嘛, 你一分鐘就趕快嘛, 到底要不要接受測謊啊, 林中銘敢, 你們敢不敢, 既然你們說這三次會議, 你們都沒有講過林中銘指控的話, 林中銘願意接受測謊, 請問在台上的六位, 你們願不願意接受測謊? 我跟你說齁, 當年為這個測謊的事, 我還揮頭突然, 沒有,我告訴你, 那是因為你市長下令測謊, 我現在要問這六位局處長, 林中銘說他被逼著下台, 是因為大巨蛋的人數, 如果人數變了, 會影響大巨蛋的售價, 所以他被李文中逼著下台, 因為根本大巨蛋就沒有辦法賣, 我不知道這售價從哪裡來, 然後第二基於對人權的尊重, 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我個人絕對不會因為這個事情, 所以你不願意, 好,請你往後, 不要再耽誤我的時間, 李文中你願不願意撤謊? 我還是剛剛講啦, 我按照政風處的規定, 願不願意, 願不願意而已, 我剛剛說了, 願不願意,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願不願意, 這件事我不願意, 謝謝, 好, 張哲洋願不願意, 我個人這個人沒有必要, 願不願意,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除了這, 願意或不願意, 好, 來, 有明龍, 我認為沒有必要, 有沒有願意, 不要一直浪費我的時間, 不願意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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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在立, 時間, 你不願意, 是法規啦, 願不願意, 其實, 如果法規規定需要, 沒有法規規定的問題, 但是如果法規, 沒有規定需要, 時間暫停, 沒有必要, 不要廢話, 願不願意, 議長我只問他們, 願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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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暫停, 來, 願意讓他接受测黃了, 這會不願意嗎, 但是, 好, 時間到, 我們那個, 以宿命質詢或口頭報告, 上會,今天質詢時間到, 上會, 5月0月1日, 4月2日, 1日, 1日, 3017日, 4月2日, 6月8日, 2017日, 2017日,